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法院第九屆第五会期经济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一试录 时间107年4月2日星期一上午9时22分之下午1时14分 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黛化等委员12人 请教委员陈超明 夜席委员刘世芳等委员21人 夜席人员经济部部长沈荣经等12人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吉仲等3人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环境督察总队专门委员林茂元 法务部参事林峰文 国军退厨艺官兵辅导委员会事业管理处专门委员王怡文 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黄俊泰等2人 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副处长陈伯全 国防部作战级计划参谋次长事 联合作战处副处长林奇辉 内政部地政司检任时长林家政等5人 主席廖召集委员国冬 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 讨论事项 一审查 一本院委员林黛化等16人 拟据工厂管理辅导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员许淑华等16人 拟据工厂管理辅导法第34条及3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员王惠美等16人 拟据工厂管理辅导法第34条及第3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 讨论事项并案寻达委员林黛化 廖国栋及王惠美说明提案要旨 经济部省部长容金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陈副主任委员及重报告后 委员林黛化等16人提出质询 均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副主任委员及重 经济部省部长容金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 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均已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委员邱毅营及陈超明所提书面 直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书面直询及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复制本会 二审查 一本院委员林黛化等22人 拟据天然气事业法 增订第3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 二本院委员廖国栋等21人 拟据天然气事业法第31条 及第59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 拟据天然气事业法第31条 及59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 决议工厂管理辅导法 及天然气事业法两案 所有提案均寻答结束 令定期继续审查 通过临时提案6案 内容进行委员参阅 其他事项 庄瑞雄委员等5人提案 针对本次会议审查之 工厂管理辅导法天然气事业法 条文修正草案等案 鉴于修法所设相关资讯 统计数据等未真明确 原提请审查会 本次会议警进行至寻答结束 另则其继续审查 决议照案通过 散会会议议事录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上次的会议事录 有没有需要修正 如果都没有错误 议事录确定 我们今天要进行讨论事项 请宣读 1.继续审查本院委员林淑芬的24人 拟据矿业法修正草案案 2.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萧美琴的23人 拟据矿业法修正草案案 3.继续审查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9人 拟据矿业法部分草案修正草案案 4.继续审查本院委员周春明的21人 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5.继续审查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6.继续审查本院委员果拉斯等17人 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7.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郑天才等 17人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8.继续审查本院清明党党团 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9.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舒正清的25人 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草案案 10.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陈廷飞等17人 拟据矿业法部分条文草案案 11.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陈寅等23人 拟据矿业法增订第6条之一及第72条之一条文草案案 12.继续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13.审查本院委员尤美女等17人拟据矿业法修正草案案 宣读完毕 报告委员会 本案在第三会期的临时会以及上个会期 就是第四会期均进行讨论过 已经讨论到第46条 今天要从第47条以下的条文来继续审查 那游美女委员等17人的提案 今天第一次加入审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请游委员说明提案的要旨 主席所有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大家好 本席以及这个财务力委员等17人 那鉴于呢 矿业法呢 实行以来呢 矿业权的这个 矿业权者呢 他使用公有土地 或是跟他人的土地的争议的不断 那民众的知情同意权 没有受到保障 而且缺乏明确的行政的救济管道 那目前呢 多处既有的这个矿产呢 已经经过数十年的开采的环境变迁呢 却从来没有办理过环境影响评估 所以呢 在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呢 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呢 希望能够落实呢 援助民主的基本法 跟那个社会 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所揭示的 援助民主 对原住民的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权利 那以及环境基本法 第三条但书所揭示的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呢 所以提出这样一个矿业法的修正草案 那主要的修正的内容呢 包括第一个就是 国家的矿产呢 应该要合理的利用 那矿业发展呢 应该要兼顾环境 经济跟文化的永续发展 并且应该要保障人民的财产权 生存权 那以及呢 居住自由的这些的权利 同时呢 在第二点呢 就是在矿业权设定跟展现的过程里面 对相关的权利人 他的同意权的保障 那应该要给保障 这里面包括说 矿业这个申请地 或是这个矿产 矿区土地的所有权人 或是利害关系人的同意 那以及呢 这个矿业申请地 或是矿区附近居民的 这些的同意 还有原住民族呢 参与 部落的参与同意的权利 那第三呢 就是矿业用地核定的这过程呢 应该纳入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跟环境保证金的制度 那第四呢 这是探采矿业展现的时候呢 那矿业用地 也应该要重新核定 并且呢 应该要依照申请展现时的 环境的现况 产业的需求 以及呢 相关的法令 重新的作为 环境影响评估 跟相关的审查 那第五呢 为确立呢 并且强化环境永续发展的精神 应该要协助 矿业权者 他占尽呢 他环境整负其责任呢 以及的企业社会责任 并且要给予主管机关 审查义务呢 跟权限 以促进的矿产的合理的利用 并且呢 兼顾社会整体利益 跟人民的权利 那第六呢 矿产呢 属于国家所有 那探采矿所得的利益呢 也应该要归属全国人民 那为考量呢 矿业权者 他开采矿产所需的技术 跟成本所费不自呢 所以特许矿业权者 他可以开采 并且出售 矿产获取的利益 并且依照本法 应该要去缴纳矿业权费 以及呢 矿产的权利金 可是因为以前呢 过于优惠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特别把它规定 应该要去缴付一个 整付的一个贷金 那第七个呢 就是落实土地 所有人呢 利害关系人 跟当地居民的程序保障 跟行政 救济的一个权利 那第八呢 要承认援助民族土地 跟自然资源的这个权利呢 并且要实践 援助民族基本法 第21条援助民族的资商 取得同意权 跟参与权 那以上 谢谢 报告委员会 今天我们要审查 第三次 要从第47条开始 那么在正式进入审查之前 据知 最近总统府的 原住民转型争议 促进会呢 有开了一个 跟矿区 跟亚尼 跟台尼 相关的一个调查 的一个会议 我已经要求 行政单位 经济部跟圆明会 先就 上次总统府里面 所开的会议的 主要的内容 或者是一些结论 跟委员会做报告 因为这个会相关于 我们后续 从第47条 有关原住民 相关权益的 这个讨论 依据他们的报告 我们会比较更详细 政府的态度 所以我们现在就依序 先请经济部的 王次长来做报告 刚刚才开始要求他们的 恐怕还没有指本 我们先听他们的口头报告 谢谢主席 跟各位委员 那我们经济部的部分 简单说明一下 那主要是在 去年的12月28号 那总统在原转会 第四次的会议 有才是 针对雅尼 针对雅尼 新城山矿场的这个议题 建议由经济部邀请 原转会的委员 泰鲁阁组 当地部落会议代表 跟雅尼公司 那当然还有原民会等等 一起针对相关的争议 来一起讨论 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那总统指示之后 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 就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 准备工作 那跟部落也做了 一些的会前会的讨论 那经过 大概三个月的这个协调跟准备 那在3月25 召开第一次的这个会议 那这一次的协商会议呢 由经济部代表 雅尼公司代表 做出简报 那部落代表 陈述他整体的诉求 那经过与会同意呢 优先聚焦来讨论 正向调查 跟原住民的这个居住的安全的两个议题 那正向调查的这个部分呢 有两个共识 那这个主要由原民会来负责 那等一下原民会再做相关的说明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居住安全 居住安全呢 有四项共识 那四项共识 那居住安全由经济部来负责 那这个主要居住安全的部分是 政府跟雅尼公司都同意 在矿场周边跟部落安全的监视的数据 这些资料要收集评估 后续的监督应该由部落族人 跟族人信任的第三方机构 或专家来参与 那经济部跟雅尼会共同出资 来完成前述的各项监测 跟安全的评估 那居住安全呢 我们也答应在一个月内 先完成盘点 那会进行会刊 那目前我们已经预计 在这个礼拜五4月13号 会进行第一次的会刊 那这个会刊呢 会邀请大地水保水利等等专家 针对住民他们所关切的 比如说山崩地滑落石排水等等 相关问题呢 会逐一的跟住民来确认沟通 然后看看这个要怎么样来确保 相关的居住安全 那至于三方会议呢 会看这个相关的进展 那原则上是同意 每三个月会进行后续的协商会议 那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按照相关的指示来办理 那经济部先就居住安全的部分 做一个这样的报告 谢谢 跟委员会补充报告 因为今天我们是审查 那么我们审部长在上个礼拜 有特别跟我说他今天另有药物 那么我一请 王次长是直接负责整个矿业 矿物局的这个分管工作 所以由他来代表经济部 来参与今天的审查 特别跟大家报告 接下来我们请原民会的 王副主委来做报告 大会主席还有各位在座的委员 还有我们工作的同仁 那刚才王次长已经针对这个 在杨尼的这个部落的一个 三方的会谈的主要内容 因为我们是共同的参与 所以其实我们的决议 我们的记录是一样 但是我想我们就这个其中的一个焦点 就是真相调查是归我们原民会来负责 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 在真相调查的附近的方面 我们又达成两项共识 包括这个第一是由部落代表 政府还有亚尼公司 三方组成工作小组 那么这个工作小组要在一个月内 协商完成真相调查专案小组的组成 还有调查事项以及其成等事宜的一个钉钉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其实是由我们林万亿林政伟 他负责协助来召集这个会议 我们在春假之前呢 已经邀请我们原民会 这个来这个会商 那同时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4月25号之前 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小组的成立 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第二呢 在合乎法令规范 还有特别是泰鲁阁族的嘎亚 嘎亚是 就像泰亚族的嘎嘎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 共同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概念 希望能够尊重这个在地的这个族群 然后 在转型正义的这个原则下 以公平公正公开方式来进行调查 那这个是 我们 有关于这个真相调查的部分 在这里做个报告 谢谢 好 所有的报告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当然各位可能还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细节 能够了解 但是就像他们讲的 因为上个礼拜才开 很快的会有一些相关的进度要进行 所以有机会 本席再继续排定相关的报告事项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 对不起 是是 请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针对就是刚刚两位 不管是经济部跟人民会所提出来的报告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这一次的矿业法的修法 也是因为亚妮的案子 把这个整个修法的声浪推到最高点 那我相信总统有提示 有指示就是说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三方会谈 对于所相关的争议的争议的这个争点来做讨论 那当然就是说我也是在现场参与这样的一个三方会谈 那我当然清楚 就是接下来要积极进行的 就是两大的共识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从去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 赵伟邱志伟就已经提到 就是我们审到 大概到第46条 那时候有说在这个逐条讨论的时候 要开启第二轮的讨论 而且要把这个过程当中的争议的调文 保留的调文 好好再讨论一遍 我想这个部分 虽然就是说这一次召开审查的是 廖伟邱伟 那我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是邱志伟主席 邱伟邱伟他有提到 要重新的在第二轮的讨论 希望我们这一次 也可以把过去 去年底 那时候讨论的内容 重新再讨论一遍 进行第二次的讨论 因为时代力量的立场 就是要充分讨论严格审查 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 能够支持本席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谢谢 报告委员会 对刚刚高律用 委员所提的这个提议 因为在记录上 我没看到了 第二他也没有跟我移交这个事 那么第三个的一程序 回头在就保留的条文 再讨讨论 依据相关的规则 全部都审完一遍 再回头进行第二轮的条文的处理 所以您的提议很有建设性 但是依据规则 我们恐怕要先往下走 第47条以后 才能够再审论 你再讲 那个把高律用先取杀 可以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主席 那主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讨论完 你还会进到第二次的逐条讨论吗 那 好 好 可是今天 今天应该就讨论不完嘛 对不对 所以你接下来还是要排审吗 下个会议 下个礼拜还是 好 好 OK 主席各位 那个刚才就是特别听了 我是请召委 是不是能够安排在 旷野法审查之前 能够把这段期间 这个总统蔡英文 指示处转会的委员 李继顺委员 他是泰鲁阁族群的族群委员 他组成一个小组 后来那次是经济部的部长有去参加 那我们是没有被通知 那是处转会的委员 那我想我们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都非常的关心雅尼这个部分 特别是秀林香 那个是我的选区嘛 我当时有点纳闷 这个关心旷野法的我们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怎么会只有高路以用代表去 所以我对这个是 当然这个是总统指示 是不是有邀请委员去 那对这个部分呢 我是比较纳闷的 但既然今天是要审宽业法 所以我才坚请赵伟 是不是能够请经济部部长 跟延民会的副主委 这个次长他们来说明一下进度 也就是说 我感觉上 我认为蔡英文总统对这个关心旷野法 他很重视 他很重视 他是希望三方能够协调 所有的三方就是指 政府机关 经济部跟延民会 还有亚尼 这个产业界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部落的 这个整个三方的这个来谈 那刚才我听到两位 还是听不出所以然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省这个宽业法 那经济部的立场 跟延民会的立场 是不是有根据这个三方会谈 有做一些调整 有做一些调整 那他的调整的幅度会多大 会不会反映在这个条文里面 这个我会比较希望了解 我刚才听那个市长讲说 他是针对居住安全的部分 亚尼有这个诚意 要把这个安全的措施做好 那延民会是针对真相调查 那这个真相调查 可能就会回归到 这个当时这个部落 土地是怎么使用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还要再做一个 比较更清楚的说明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审宽业法的话 针对总统府所指示的三方会谈 它的进度 我们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了解 那根据三方会谈 经济部跟延民会针对 矿业法有没有修正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条文的修正 这也要清楚说明 要不然等下我们审宽业法 我们也没有参与当时的三方会谈 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这个 我是希望 这个方面要说清楚了 看是这个条文经济部跟延民会 刚才我听他们报告 这个临时这样 请他们安排报告 我是听不出 针对这个跨越法方面 这个会有听出什么结果出来 各位委员 对于孔委员刚刚的继续的探寻 我个人也同意 但是整个会议 所谓的三方会谈的会议 有没有记录 或者是结论 在刚刚我们次长跟副主委 简单的报告里面 也稍稍提到了 他们的进度 一个是跟居住安全 跟真相调查这个部分 他们能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还是可以容许 让他们再做 针对你刚刚所提的 有没有更清楚的轮廓 或者是总统的交办事项 能够再多披露一下 王市长 谢谢委员 那因为这个临时操作 我就简单 希望能够讲得完整 那当然 就是对旷野法 这个修法呢 大家最关心就是 原住民的这个智商同意 要不要去践行 跟这个环境的保护 那原住民的智商同意的这个部分呢 目前院里那边的草案 就是等于会继续审下去 那但是呢 在这个法案没有修之前 目前的旷野法 没有这样的规定 那我们 因为总统有这样指示 我们就去跟雅尼 恰说 可不可以雅尼 在法律还没有修改之前呢 先用这个原住民法21条的这个精神呢 来建行 来用这个智商同意的程序 那雅尼就提到她的立场说 她愿意主动来参用 她特别用参用 原住民21条来跟 这个原住民部落呢 来进行智商同意 所以她是 她同意这样做 但是不是因为 目前的这个法律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所以三方会谈 其实就是在 以雅尼的立场 她就是来征询 原住民部落的同意 那这是雅尼目前 她的立场是这样 那所以目前对这个 我们就是个案来处理 所以针对原住民部落提的议题呢 原住民这边 她也会有盘点她的议题 那议题 看起来也都 他们内部有在讨论当中 那议题也很多下 那不论如何就是 到3月25的第一次 三方会谈的时候 那大家都同意 特别这个是原住民部落 他要求 优先处理的这两项 就是原来土地取得的真相调查 跟这个居住安全的部分要确保 所以我们就赶快 至少在经济部的部分 居住安全我们也认为是 最最重要的事情 要让族人安心说 不会有这个 这个不安全的问题等等 那如果有没有 雅尼也同意说 如果有哪里是不足的 他们也愿意 就是客观的这样平补之后 如果有不足 他们也愿意补强 所以这就是居住安全是 顶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就目前 我们来进行 这个三方会谈的主走 是这样子来进行 我简单做一个报告 请副主委 好 主席 好 各位委员 我在这做普通报告 那因为这个 三方会谈 主要是总统在 我们原住民历史正义的委员会里面 所指示的 所以目前是从 这个总统府这个正向委员会 来去发动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是非常赞同 这个相关的委员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立委 能够参与这个三方会谈 至少了解 所以我们会建议 这个 透过管道来建议 我们总统府是不是 下一次的这个三方会 能够请更多的这个立委 而且我们这边的委员会的委员 能够参与 那么 针对 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真相调查 那我们原民会主要是协助 这个最 距离 就是安全 可能是 这个最 可能受到影响的这个波士安部落 那么 整合他们的诉求 他们的诉求有八个 那么 我们这一次只聚焦在这两个 就是真相调查 跟这个居住安全 所以剩下那六个 我们因为来不及 时间来不及 所以我们会在第二次的这个真相调查 来去讨论 第二次讨论的时间是在七月份 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 我们会在积极筹备 这个 跟我们波士安部落 就他们的这个诉求 看看怎么样能够在 很顺利的在七月份的这个第二次的 协助会议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解决 大家做 补充报告 好 这个行政单位 对于所谓的三方会谈 援助会的这个会议的 二次补充报告 就到这里 暂告一段落 我们还是依序 再跟委员会说明 余委员的提案虽然是第一次加入审查 但是呢 上次会议 余委员的提案 以修正东西的方式并按讨论 余委员提案 全部的条文 上次会议讨论的时候 已经逐条宣读完毕 已经宣读过 那么今天就不再宣读 高陆委员委员 有一个修正东义 尚未宣读 我们宣读完毕以后就进行协商 请宣读 委员高陆余 用等人提案修正东义 第43条之二 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这条文实行前 已经核定之矿业用地 其位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 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者 矿业权者应于一年内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 及其相关法规办理 矿业权者应提出践行前项规定之文件 到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后送主管机关备查 矿业权者未依第一项规定办理 主管机关应通知矿业权者限期三个月内办理 借其未办理者 主管机关应废止矿业用地之核定 宣读完毕 委员高陆余 提案第47条 土地之使用经核定后 矿业权者未取得土地使用权 应与土地所有人及关系人协议 不能达成协议时 双方均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调除 土地所有人及关系人不接受 前项调除时得依法提起民事诉说 矿业权者未依协议调除或民事确定判决 取得土地使用权 不得使用他人之土地 主管机关为一本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1条规定 以矿业权者践行之商 并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参与之准备程序 应办理其与矿业权者矿权实施范围直接影响之关系部落 三方间会谈或磋商会议 前项之准备程序及三方间会谈或磋商会议 准用行政存取法第54条至第66条之规定 请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进行协商 感谢观看 好,各位委員,我們要從接續第47條來進行協商 讓大家知道一下,今天與會有經濟部,法規會,礦物局,工業局,國發會的產發處,研明會的圖管處,經濟發展處,行政院的環境保護署,還有農委會,包括林務局跟水保局,內政部的地政司,營建署, 財政部的國產署,關務署,跟付稅署,還有法務部的參事等相關的機關。 上一次我們討論宽約法的時候,因為我們有行政院的版本,當時我們招委是高志鵬招委他主持,我們都是以臨俗氛圍的版本來討論, 那當時我們是以臨俗氛委員的版本討論到第47條,那現在我們是不是,我是不曉得大家了,是不是就以,比較清楚一點,是不是,因為每個委員都有版本, 那是不是以行政院的版本來討論,這樣會比較清楚,那大家每個委員都可以提供意見啊。 個人表示不同意見喔,就是說我們從上一個會期到上上個會期,我們都是這種討論架構下來的, 然後其實也不是以誰的版本為主,大家都在這個概念裡面,那我也告訴大家,這不是我個人一個人的版本。 所以我也代表民間,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正東西,是由民間所有的NGO,還有關心這個議題的所有組織,一起整合起來的版本。 所以我也知道孔委員對民間所提的版本,還有我個人所代表提的這個版本,都提出了刪除動議,所以這個針對性還蠻強的啦,我是覺得請孔委員放心啦,這個在這裡大家講道理的,也不是以誰為主啦,程序上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現在要尊重主席嘛,看主席怎麼樣才是你,因為我們現在是討論到一半,到47條。 尊重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是討論行政院的版本,還是討論我們委員的版本。 本來就是一級了。 其他委員對這個建議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沒有的話,我個人是這樣子看啦,因為為了要把上次的會議的次序,都能夠繼續往下走。 原則上,我們還是按照議事處,我們的議事人員,所準備好的,在各位手上看到的礦業法修正草案的條文對照表。 這個只是對照表而已。 那我們如果有行政院版,當然我們會特別尊重行政院的態度。 那如果沒有行政院版,就是每個委員的態度都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我們還是依序好了,按照原來的,已經整理好的這個次序,比較有這個延續性。 我們還是進入第四十,表定上的第四十七條,好不好。 那有,由美女委員是第四十七條,時代力量是第四十三條,至二。 孔委員是修正動議。 剛才,高同余同余提的一個修正動議。 議員是不是都有了,修正動議的內容? 都有了,各位都看到了。 主持,那個,這個是,新的,對不對,新的修正動議是五十三。 好,那是五十三條,好。 那是同余歌的第四十七條,是五十三條。 各位委員 从行政单位好了 行政单位对这个第40 我们表定的依序 顺序 它不一定是最后的条文 这是依序第47条 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个 就是林淑雯委员的 第47条 主要就是说 在矿跃前展现的时候 要 那个矿跃用地要重新核定 也就是说 原来就已经有核定矿跃用地了 但是到展现的时候 等于是原来的核定的矿跃用地 就 没有了 然后要重新再核定一次 那 行政机关的立场是 比较 不赞成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从上一次 的讨论就是说 在展现的部分 在行政院的这个修法里面呢 已经做了 非常多新增的规定 包括 也同意 原来那个 环平那边要 得到那个 原民的智商同意 那展现的部分 要审查的部分 那包括 上一次开会 也暂时保留 就是说 也要得到那个 土地所有权人 的同意 不管 等等 那这些都是 第一个在法规上 会去变动的 那另外就是展现的部分呢 已经都会去强化那个 矿的这个 这个合理性 跟它的必要性 等等 那也会 我们在这个修法之后呢 也会做这个 经济 那个影响评估 等等 那所以呢 针对矿 这个矿呢 有没有符合需要 有没有 同时有保护 这个相关的 环境等等呢 都已经在 同步在处理了 所以如果还要再 展现去 重新取得 核定用地 那这个第一个 坦白讲 其他国家 也没有这样规范啦 那第二个 核定用地 各位也知道 在过往 核定用地的这个 处理呢 是非常非常繁杂的 那这个 核定用地 有没有这样必要的 重新核定用地哦 我们是认为 从上面 刚才的说明 应该是不需要 再践行这样的 重新核定用地 以上先简单说明 好 林水分委员 我给大家再一次的说明 就是说行政院的版本 王次长所说的 现在政府的立场 就是说 对于要新设矿权 新增的 大概会做 这个土地所有权的 使用 同意 然后原住民的 智商同意 然后要做 这个矿业用地的核定 这个是新开发的 可是我们今天 这里要讲的 这一条要讲的 都不是新开发的 这里叫做展研 那我们对于 所谓的 矿为国家所有 那采矿是一个 特许权的概念里面 我们对于展研 特许 就是回到我们整部法 最一开始的修法的增值 展研到底是要变成一个 就权力的延续 还是新矿权的核定 我们对于一个国家 所有人民 所有的新的矿权 要再一次的 给它新的核定 还是说照旧的 继续就好了 管理的强度就不一样 那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有202个矿权里面 展研时 如果都不用做矿业核定 照市长和行政院的版本 就是你们展研 只做考虑 考虑要取得土地 所有权人同意 就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说 如果土地所有权人 过去60年来 像以亚尼为例 他们从来都没有取过 地主的同意权 他们现在 因为我们在修法过程里面 民间的版本 就是本人的版本 有提到要求展研 要土地所有权人同意 所以他们现在要考虑了 第一个 那行政院对于展研 就是说经济部对于展研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求要还评了 所以 不要让他们的展研程序那么复杂 各位行政院的版本的凡凡是什么 边财 边开发 边还评 边审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边审查不通过 还可以继续送案再审查 没有到 没无止境的 边开 边开边审查 审查不合格 再送案 再补件 再审查 所以就是这两个把关机制而已 那当然哪有原住民的 智商同意权 这个我不晓得现在程序是进行怎么样 但我的意思是说 现有的202个在采矿的 这个整部矿业法要规范的 与其说要对新矿 申请的这个 把关 不如说 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个 现在在国土上开垫的这202个旧矿 来纳入管理 如果我们在这里 对于旧矿 在这个202个在未来展现时 近期都不需要再进行矿业用地的核定 那我要说这个修法等于是修假的 那我要再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施行国土计划法了 国土计划法的四大分区里面 所有的 我们的分区啊 在过去的架构都是用许可 这个所谓的使用许可的概念 但是我们希望在新的国土计划法里面 不是用使用许可的概念 我们都是希望 分区用地不能善自在 善自的这个变更 轻易的变更 所以我们希望在用地的编定里面啊 我们管理 不是为了管理的强度而已 它还必须符合国土分区的概念 我们希望 大家就像现在把农业发展区 这样划除了20万公顷 没关系 但剩下的几十万公顷 50万或是50几万公顷 绝对不可以再 变成使用许可的模式 当然它要架构到内政部所管 或者是未来这个环支部所管的概念 但是 那都是一样的 旷业法修法的时候 还是一样要架构到整个国土计划法的管理的模式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求展现 它必须要执行四个部门 第一个土地只用同意权 然后环平 环平不能是假环平 我们允许你边开采边审查就已经够了 那边开采边审查 审查不过 你说还可以再补件再审查 那已经太超过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202个 可能只有三个做过 区额会土地开发审查许可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矿业用地的核定三个 那其他199个 从头到尾 通通都没有审查过 它的土地开发许可 那这个次长刚才所述的理由只有两点 一个他认为国际没有人这样做 那国际没有人这么做的一开始是 他们在矿权申请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人像台湾那样子 完全都放水不管的 他们在一开始管理完以后 那展延的时候再变成低强度管理 但是我们是 这202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管理 到现在展延要继续再重放他们 这是不同架构 第二个 次长说 这个如果做矿业用地的审查 程序非常繁杂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它必须符合我们的这个特许权 那从来没有做过 要不然你就像环品一样 从来没做过矿业用地审查编定的 而且大部分都在国土保育区的第一类的 有在别的条文里面有订定 那我现在是想请教一下经济部 矿业用地的核定如果面积没有增加的话 是不是要重新申请 那第二个问题是 一般申请矿业用地的核定 它平均办理的时间是多长 那如果说是照矿业法的规定的话呢 你矿业法的规定 你申请矿业用地核定程序 必须要申请遵循地震 环保 水土保持 所有土地 所有人的意见 我们之前也有说要经过 所有土地所有人同意啊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会 要多多少时间啦 那这个重新申请矿业用地的话呢 那业者呢也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开发嘛 也没办法继续使用 那矿场也必须要停工啦 这个也会影响到 员工的升级 那我有几个例啊 中油公司啦 中油公司 那如果我们一般申请矿业钱的话 中油公司必须要八个月到二十个月嘛 这个没有包含工厅会哦 那矿业用地申请的时间 如果包括环境影响评估 水土保持要三年两个月 到变更编定 必须要五年 那如果说 呃我们加入工厅会 完成全部的行程 包括 矿业钱申请的工厅会 矿业用地申请的环境影响评估 啊 还有水土保持及土地变更编定 一个案哈 可能必须要取得矿钱钱 必须差不多要超过十年 那我们中油 会不会影响 它的油气资源的探勘 跟生产 那我只想请经济部来说明这个 但我是坚持啦 矿业钱的展现 员住民的部分 必须要有智商同意权 那这个部分是 经济部还没有 还没同意的 我是挤这几个问题来 你这个讲法也不用在矿业用地 在大型开发案也都是说环品卡了他们 用地编定卡了他们 所有只要站在业者开发立场的 这个讲了 这个讲法已经讲了十年 第一个 你说原住民的讲法 你其他都是护航业者的讲法 那个高磊用尾 有关于就是这个矿业权的 这个展现的核准 它本来就会影响到矿业用地 所以当然应该是要 重新再申请矿业用地的核定 而且呢 我们来看雅妮的案子来讲 好不好 这一次说到就是说 这个展现二十年 本来是把七百多公尺 还把七百多公尺的新展山 到最后到一百二十公尺 好 你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监察院也调查过了 他公布了这个展现案 他里面凸显的就是 他本来是在环境敏感区 然后呢 甚至就是说 他虽然就是有限缩 这个预备缩减的那个范围 也都是临业用地 甚至也是山崩地滑的地质敏感 土石流浅室区 然后底下是原住民部落 所以其实如果说 我们经济部 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承担 你不可以 就让说 好 我们现在当初的这个 已经核准的这个 矿业权 然后你展现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走一遍 这个矿业用地的核定 因为这二十年 所有的情况跟条件都不同了 而且它的影响也非常的重大 你想想看新城山 如果你要再变到 到时候就挖到 剩下一百二十公尺 那你它的本来的 那个影响有多大 你当然要重新做 而且呢 环境影响评估 也要再做一次 所以你不能重放 过去 因为法律的不备 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缺失 然后继续的让它 这样的一个恶习 继续的延续下去 那我想说 大家都非常的赞同 就是雅尼案 因为有三方的这样的一个会谈 有进到第一次的接触跟沟通 可是呢 不是只是沟通而已 而是今天我们有沟通之后 我们要看当时的状况 改变了什么 如果要展现 不只是要知情同意 你的矿业的核定 用地的核定 也应该要重新开始 好 那个二次发言 主席我给大家 你怎么先举手 主席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202个矿里面 我刚刚讲过 只有三个 就是金昌宝来和圣源 是做过土地开发许可审查的 其他199个都没有里面 然后 现在有202个 大概它的矿业权的范围 有47256公顷 那这个47256公顷里面 有六七成都是在国保一 国土保育区的第一类的最严苛的环境里面 但是呢 我们要求了矿业用地 矿业权的范围不等于矿业用地范围 就像雅尼是400公顷的矿业权范围 但是它申请开采的 好像只有 如果我没记错 好像是197嘛 197公顷 所以加起来 全台湾会进入到 所谓的 我们要求的 这个用地 审查里面的 只有 我看一下 我记得的数字是 1600公顷左右而已 那你说 这个矿日费时 那个跟环品审查的时候都一样 如果我们要审查的 这个程序 你早日做准备 然后你也认为说 时代的潮流到了 国土保育的概念也来了 我们兼顾 这个发展 和这个永续的保育 两者 我们并不是说完全都反对 我们是认为说 明智的利用 而且要审慎的利用 跟保育是两者兼备的状况里面 我们来审查 那我要讲的是说 你要讲新社的会做矿业用地核定 那为什么旧的通通不用 而且旧的199个里面 它才是 现在在台湾国土上 造成问题的 最大的元凶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看一下 只有1600公顷 只有1600公顷 我们为什么不审查一下 他们为什么怕审查 为什么怕审查 然后我们未来的整个 总量管制里面 要许可的里面 我们事实上照 政委的讲法 经济部的讲法就是 它未来还要许可 低 低 比较低量的出口 事实上 总量管制配额里面 事实上还是允许出口的 所以啊 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说 你要明智的利用可以 甚至你还要 允许部分的出口 不只是自己自用 它允许部分的出口 也可以 但是这一些都是在 把关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用地编定 让新矿权和旧矿权的竞争 也可以平等一下 你没有道理说 为什么以前金仓药 保来药 剩原药 结果其他199个都不用 或者是说 未来新申请的药 现在的这些既得利益的人不用 这也是一种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啊 原因就只是因为它比较慢 比较早 比较早的 不必让土地使用同意权 然后可以直接开场破度 然后也不用做环平 环平的未来的法律 环平不过也可以慢慢再补鉴 如果比较早的 比较早要开车的人 算比较衰就对了 这个没道理嘛 好 公委员 这个矿业权法的审查 那是针对全国的矿产之言啊 不是只有雅尼矿产啊 那如果我们是为了雅尼来修 矿业权法的话 那现在总统部有三方会谈啊 又有基础安全 又有土地真相 那个都还没调查出来啊 所以我们要处理雅尼的问题 我是建议啦 留给我们三方会谈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眼光要扩大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讲的那个中油嘛 那矿业权不是 我们省矿业权法不是针对雅尼修的 我们是针对矿产的资源 怎么样来让公平的使用 要经过一个程序 要经过一个 大部分矿场都在原住民地区嘛 原住民资商同意嘛 所以 我是建议啦 既然有三方会谈 既然总统府有促进转型政务委员会 我们大家互相尊重 三方会谈还有土地问题要解决 原住民部落的共识也还没达成嘛 那原住民部落有几个代表 有同意也有不同意的啊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 雅尼的问题是总统来亲自下面来处理 那雅尼的个案 我们请由三方会谈的一个进度来处理 但是我们现在是审宽业潜法 不是只有针对雅尼来修宽业潜法 所以我们要考量到一个基金部的立场 那刚才林淑芬委员说我是户航产业 只有原住民资商同意 为什么要户航产业呢 你要想想看 这些产业 也有原住民就业的部分啊 也有原住民就业 多少原住民 你去了解一下雅尼台尼 多少原住民在里面就业 我也是为了我们原住民的工作权的着想 所以我们今天啊 如果是雅尼的部分 我们交给总统府的那个三方会谈 那边来个案的去处理 那但是我们现在审宽业潜法 我们也听一下经济部的意见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要针对全国的矿产 不是只有针对亚尼来修制矿业潜法吗 好 这个要不要再来 好 主席各位 我想刚刚也听了那个林淑芬委员的一些意见 还有其实有几位委员的提案 其实也是类似的精神 那其实我想要待会 是不是也请经济部能优先说明一下 好不好 就是说如果照林淑芬委员的 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话 那他未来你们 就经济部内部评估过 如果照这样程序走的话 会耗掉多少的时间 或者会有多大的一些状况 能不能更清楚的说明 让委员会能够各委员充分去了解 好不好 那你过来 好不好 请经济部先说明一下 在请尤美女委员讲之后 就请行政单位说 林淑芬委员还在讲一次 好 因为就是我们在修改矿业法 那这个矿业法 如果说依照行政院的这个版本的话 它是在本法施行后 就本法修正实行后 那提出的矿跃权展现申请的时候 才需要去做这些的 依照原住民的这个同意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好像是要 会适用到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上一次这个经济部曾经到办公室了 我们要你们提出这些数字 就说将来 就会适用到的到底有多少矿 就是有多少的申请展颜 因为现在几乎 大部分都已经提出申请展颜 就已经有50个了 那202个里面呢 已经有50个来提出申请 那这些都会不适用 不适用我们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会觉得说 一个法争议这么久 然后最后通过适用的对象非常少的话 我想这个是应该不符合我们这个修法的这个目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会就是说 本席的这个提案里面是规定是说 他应该在这个 就是说 曾经取得矿业用地核定的矿业权者 那他只要申请矿业权展现核准后 那就应该一前两项的规定 来向主管机关申请矿业用地的核定 那才能够进行开采 谢谢 好 我们今天先跟大外经济部来做回应 好 请矿业用再讲一次讲完了 我们就请经济部来说明 我想我们不是说只是针对亚尼案 可是呢 往往一个修法都会因为是一个个案 凸显出这个法律的不备 法律的不足 亚尼案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那其实我们还有100多个这个矿权 对 199个 他们也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基本上其实林淑芬委员是 乘取的矿业用地核定的矿权业者申请展现 而时代力量的版本是直接就是说 矿权业者申请矿权展现就核准之后 就应该要向这个主管机关申请矿业用地的核定 所以呢 今天我认为就是说 基本上我的版本 时代力量版本跟林淑芬版本 跟这个油美女委员的版本 大概都是一致的 那那么多委员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希望就是经济部跟原民会 经济部这边 不要去忽视 而且呢 我们当然就是认为说 一个产业对于就是 原住民的这个就业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我们当然要衡量啊 你今天你这样的一个产业 危及到一个原住民族 跟部落的生存的时候 你不能说只是因为就业 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从过去面对那么多的开发 每一次那些财团 那些业者都说 这个会增加你的就业 结果到最后 从国际上的案例 说增加就业到 增加就业的这些财团 把这个原住民族 这些族人用一用 就把它丢掉了 甚至就是到最后 财团占据整个部落 这些开发占据整个部落 然后呢 族人跟这个部落 就离开流离思索 这些案子 这些案例都实有所闻 所以呢 不是因为只是就业就好了 我们不要只是看这样一个 短视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请王区长来做说明 实务上我先说明一下 你是 矿物局 好 请先说 那一般我们在运作就说 矿用地如果没有新增的话 是展现之后 它是原用地的范围 是要跟土地管理机关 再去谈新的租约 要新的租约 因为不是说展延后 它就可以作业 它还是要去新的租约 还是要去洽谈 它如果是临班地 就要跟林务局谈续租 那 国有裁案局的 就跟国有裁案局谈续租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办一个用地案要多久时间 那最近我们那边办的案子就是 像金昌德案子 从申请一直到还品 我们核定跟开工的话 差不多要八年 那 不是新的用地 办新的用地 他们没有展现用地核定 没有那个经验 不是没有经验 因为 你们没有展现要做用地核定的经验 你们讲是新设 新设 而且它为了拖八年 是因为 不管中央还是地方 修了法规才那里拖 对 它并不是因为那个程序的问题 而且它是新设 所以我刚刚讲的金昌是做过用地核定的 只有 我们现在讨论是展现 你有哪一个展现案是做过用地 边定核定的 没有 没有啊 所以你要讲什么例子 我是说依目前的法会说 像分区变更的话 那 今年3月19号 内政部已经有公告了 就是说 早期的话 林业用地都是用容许使用 那现在未来的话 两公顷以下才容许使用 两公顷以上就要分区 要去变更编定 所以我们目前在办理中的案子 像向阳的话 它就是因为它有重复到野生动物 然后又重复到 内政部讲的是新增还是展现 新增的 就对啊 所以我们在讲展现 你在跟我讲新增的例子 你不但讲的都是新增 新设的例子 金昌也是 所以我是说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说 你告诉我们展现 展现的用地边定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那展现没有任何经验嘛 对啊 那部长讲一下政策的立场 那我说明一下 也就是说 展现要重新核定矿用地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目的在现在 就上一次到几次的开会 委员关心的就是说 它这个矿有没有需要 它有没有环境有没有问题 它随土保持有没有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些 我们就是都在这个修法里面 都去把它补强了 它的目的结果是一样 所以委员还要再重新说 原来的矿用地不见了 重新来的这样的一个 要增加的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些矿用地 它就是有矿产了 它已经在开采了 那现在就是说 委员刚才说 我们都没有在管理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 但是这个对我们 矿业的同仁也是非常不公平 如果他没有管理 事实上这些矿场 有没有发生说 这些什么土石流 严重土石流等等的 那如果 事实上我们同仁都有去看 在过往 比如说发生大雨的那个地区 都不是矿业用地的地方 我虽然这样讲可能委员不见赞成 但是这是我们同仁实地 在当地管理的这个结果 所以就说矿让它开 但是把它管理好 这就是我们经济部最重要的目标 那所以刚才那个空委员问说 面积如果没有增加 要怎么作业 事实上 这一条47条 应该是面积没有增加 就要求要重新核定矿用地 因为如果是增加新的面地 那就是跟新案一样 就一定要重新拿 就一定要拿到新的矿用地的核准 所以这一条 讲的就是说 完全没有新增用地 完全没有新增用地 一定还要再重新核定矿用地 所以我们 个人是认为在过往 这么多的一个 实物经验在矿用地的核准时候 涉及到各部会 涉及到地方政府 它的 这个相互影响的部分 刚才同仁有讲 经常矿产那一个部分 这么多年的问题 就是不是一个单一个案 就是说很多个案 那我觉得应该终极目标说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要的 这个目标有达到 其实我们是不赞成说 在新的矿用法里面 加这么多 一个重复性的 一个规范的问题 那这个是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有没有什么补充 因为这个已经开始涉及到 我们的土地的权益的事 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法条主要主管机关是经济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充分表达我们的 基本上我们是跟 刚刚孔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希望能够展现 但是这个是一个政策 目前了 政策决定 那我们是就是 产行这个行政院的这个版本 但是如果说委员有 在这个今天呢 会有这样子 能够更加尊重 我们原住民的权益的话 我们当然是会赞成的 那我想要表达就是说 刚刚提到 有委员提到这个 企业责任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 常常看到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这个就业 他们在开发的时候 常常讲这个就业 创造就业是 等于是有一个回馈 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到最后变成 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就业的失业 来去作为一个筹码 类似看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纳入到 这个法条里面的一个 利益的共享 分享的概念 就是在 在就业之前 先要有一个公开 依法的一个程序 然后这个要 需要多少的就业 然后针对部落 做一个公开的 这个征询 而不是在开采的时候 就私底下 就是去找人 那么到了这个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一个保障 就是说 这个企业遇到必须要停止 类似这样的一个 因为其他的原因 必须要停止 那他企业有责任 要去保障 他的工作权 不要到时候拿来 说我要去解雇你 然后是因为人家的抗议 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其实 这个等于是 刚刚高禄委员所讲的 就是对于 这些员工的这个权益 特别是当于原住民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不重视 所以他 他不管怎么样 这个企业 应该要有 一个责任 来去照顾 你当初 这个聘佣的这个 这个员儿 而不是把它当成是 好像类似 就是一个 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这个 这个对于 我们也很难过就是看到 部落 因此会好像赞成 造成一个内部的一个分裂 其实 他们不见的 这是他们的心愿 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 这条我们讨论了快半个小时 这一次的荣誠你们再表达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狂白保留 请丁思文委 主席我这里有两点 要对于王梅花次长做澄清 第一个 她说 矿业用地的面积没有增加 我们为什么要再重新核定 这个讲法已经太离谱了 我们都知道 采矿采的是体积 它是往下挖 或是往哪个 往上挖 往下挖的 所以它这个 它是一个立体的状态 它开采的面积不用增加 所以如果照徐旭东的讲法 是挖于尺 它是矿业 它能越往下挖 它可能那个面积还越小呢 所以这个不要再这样讲 面积没有改变这种讲法 来呼啰我们的修法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环平就等于 环平就等于所谓的土地开发许可审查 那内政部现在所有区委会在座的土地开发许可审查 都可以废掉了 就是说环平审的是对环境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可是在土地开发许可审查 土地用地的区位审查里面 他们要审查的是 这个开发案是不是符合土地分区使用的引导 是不是符合这个土地区位是不是合一 这是两件事情啊 两种法律两个部门两件事情不是直接等于 那我们在土地用地的分区审查里面 要审查它到底是国土保育区的是不是敏感区 是不是靠近原住民的聚落的旧矿 那它到底要怎么样适不适当再继续 那环平是讲你把它挖掉以后 这里的环境生态它冲击是什么 所以两个行政程序是不同的目的 我要讲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把关机制 不同的许可 如果环平就等于 这个土地开发许可审查 就等于土地区位审 分区使用的这个审查 那现在内政部所有业务都可以废掉了 真的 如果这讲法成立的话 它就可以废掉了 那我再讲最后一件结论就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这些展现的 整部矿业法的修法 都对于新色的矿场加盐 要取得土地所有权人同意 这是基本的嘛 要做用地 矿业用地的核定 这是基本的 但是对于202个 里面的199个 完全没有做矿业用地核定的 通通不在这个新修法的管理范围里面 这合理吗 这合理吗 第二个 我在强调就是我名字在强调说 就 这个展现到底是 第一次的这个 就权力的延续 还是一个新权力的赋予 我们不在这个字眼上讨论的话 它落实到法条 就是审查这个 如果不审查这个 那它就等于承认 它是旧权力的赋予 一个特许权 一个国家人民的 一个在国土敏感区的 在一个高度敏感区的地方 你是这样子就低度管理的 那我说它以前没有管理 更不要讲2003年的修法还是重放 还重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里修法的原因 以前就是低度管理 几乎不管理 否则雅宁怎么会开采了 六十几年了 土地使用所有权人的 使用同意书都没有拿过 原住民就不能不要讲了 矿业用地核定也没有 以前连还品也没有 199个里面 202个在既有的在开的里面 做过还品的有几个 通通都没有 你说以前没有做还品 没有不需要土地使用 私人的土地 不需要土地使用 所有权人同意 然后 这样子的话通通都 通通都没有 都不需要 这个叫有管理吗 好 高路一用 我有延续这个 林淑芬委员 因为我刚刚乍听到 就是次长所讲到的 就是如果面积没有增加的话 那就不需要再重新做 矿业用地的核定 我觉得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 怎么是这种 扁平平面式 你怎么也是用这种 头脑的那种心态 那我如果说你采矿 然后把这个东西盖住 表示它从来没采矿吗 它本来就是一个量体 的增加 所以当然都要重新 现在做矿业用地的核定啊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 这个采矿的地区 很多的部分 都是在国土的敏感区 原住民的部落 如果是这样子 成国际上 它本来都是从业的审查 哪有现在去放水的 哪有现在去放水的 更何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采矿它对于环境 它对于迫害国土 它对于这样的这个影响 是非常的深远 所以我们当然都要重新的 在展现的时候 再重新的再去审查 再重新再做评估 再重新的再做 创业用地的核定 因为它侵害的是当地的 不管是原住民部落 当地的居民的生存 它甚至是耕作权 甚至是水权 都会影响 我举一个加拿大的例子 今天加拿大 有一个部落 他要去采矿 他要去开矿 他只要是一个水权 被影响到 部落的水权被影响到了 这个国家这个政府 就直接驳毁 就直接驳毁 更何况我们在讲这个RU部落 它两边的那个溪流 最后都断流 最后都没有水流下来了 你怎么去想想它的影响有多深远 再来就是说 在我们在比较就是 这样的一个立法 如果我们还这么不重视 那我们跟过去这个马政府 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所以现在 不管是我们要怎么样 在针对这个矿 业权的展现核准之后 本来我们就要依照 它所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进行思考 审慎的审查 旷业用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定 本来就是应该是我们政府 跟主管机关的责任 不要在这一条路放水 在这一条放水 我觉得我们后面都不用谈了 好 口红结尾 然后我们就请次长来 其实我在看这个 次长答复以前 我要把我的基本立场讲一下 要审匡业法 最重要是 我是原住民选区立委 世界各国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台湾不行 我请那个刚才高红医院讲的 加拿大那个 有一个叫Oka Crisis Oka这个地方的一个危机 当时是他们的市政府 要在原住民的印第安保留区 要盖一个高尔夫球场 后来呢 那个没有经过 这个部落政府的同意 他们就进行要去开发 这个高尔夫球场 发生了枪战 死了不少印第安人 当时什么州警 这个什么全部都去镇压 当时印第安被打死了不少 那个叫的是 那个是有名的Oka Crisis 所以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经济部到现在还没有同意 原住民的智商统一权的 展现的部分 还没有同意 那这个是我必须要争取 我要 我要主张的 原住民智商统一权 我有几个例子 你说过去我们 现在80%以上 200多个矿场 80%以上 全部都在原住民地区 花莲眩林乡都是大矿 雅尼跟台尼 南澳湘90多个矿场 我自己曾经去处理几次了 矿物集的很清楚 那边的落石那边的粉城 我的国会办公室 去那边六七年前 去了好几次 去看矿场最多的 小矿场喔 最多的可能是我了 为了什么呢 当时都没有部落会议的同意 突然 澳花的什么 两个矿场 已经有30年了 又再给它展延 20年 那然后其中有10年是没有 根本就没有再开发 所以 正在这个部分啊 我是希望矿物局 要趁这一次的修法 你要给我们原住民啊 都没有经过就直接 矿物集同意 在一个澳花部落 南澳湘澳化部落的 两个矿场 一下就给它展延20年 那我们原住民部落都不晓得 我还去为部落去 处理那个落石的问题 粉城 那个大卡车在那边 横冲直撞 我们原住民都有观议 我要举的例子喔 不生没举啦 南澳湘 光是南澳湘我就看了几次 所以我说在这里呢 我我这边 经济部针对 刚才林淑芬委员他们的 你们有你们的立场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要问我们原住民地区 大部分的矿场 都在原住民地区 为什么原住民 没有办法取得 部落智商同意权 那这个部分 我是希望我们这次 审宽业法的时候 要尊重我们原住民 部落族人的意愿嘛 历史太多了啦 以前都是矿物集 自己私下就跟厂商 给他们这个 宽业前的展现 有经过部落的同意吗 没有啊 我是这样 好 请市长做最后一次的说明 如果我们的意见还是分歧 主席 这个就保留 请市长 主席 不好意思 我觉得也要请这个汪副主委 也要补充 因为他是地理系的教授 他对于就是这个国际上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矿业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尤其是原住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权益 他其实可以跟大家说明 甚至教育一下我们的经济部 OK 好 请市长先 市长 市长先 市长 我先就实物面跟委员做报告 那林委员还有高路委员还有油委员也很关心 有关心矿业用地的核定 那原则上林委员跟他设计师在展现的时候 所有的矿业用地的重新再核定一次 那原则上我们在矿业案件的一个处理部分 核定用地不是说没有都 矿假如没有核定用地 他就不能到后面的使用的一些土地的一个全 这个程序走 所以原则上 大概原则上是 矿都要核定用地以后 才能依照它核定的用途去做实用 对 那个核定用地的程序 我们是要也要邀请 假如涉及到内证 涉及到水保 涉及到华安平的部分 也是都要邀请相关主管机关 依照它的法令来做审议 原则上 我大概做个说明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所谓的 只有三个矿做过分期变更的部分 因为原则上是 我们大概也是要依照内证 相关主管机关的一个规定 假如你土地的部分 有 因为大部分的矿 大概是在林业用地的部分 他是做容许使用 所以 依法上面 他是不用做分期变更 所以 这个程序 一定要依照法令的相关程序 走 走完了以后 在后续才能进行开发 我做个补充 不是 那今天委员是针对展现 这个程序 要不要再重新再走的问题 再提出来 那原则上 刚才就是提到说 矿是一直往下挖 不一定所有的矿的开发的行为 模式不大一样 有的是 用地很快就会用完 有的是它是以内挖式的 有的是坑道开采 所以 每个矿的一个 开采的方式不一样 那 这边做个说明 再来一个就是说 各个矿的部分在开发的时候 也是要依照 水保核丁的计划 環瓶 因为 刚才委员有提到说 只有亚尼 只有 经常做过環瓶的那个 審议 不是 有三十几个矿已经有做过環瓶的審议 那像刚才我们同仁讲到 像阳的那个 最近 在做環瓶的審议 那个是捐印补的矿在台东那边的 那也是 那个也是 也要照这个 所以 原则上也是有三十几个矿有做过 那这个 这次我们矿业瓶设计 補办的部分是 因为针对 83年以前他核定的矿业用地 现在他也没有做 现在大家很重视这个环保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求他 大的产量 像雅尼这个 他是83年以前核定没做 我们要求他来做補办 还有其他的五十几个矿长 我们也要求他一道環瓶瓶来做 原则上 我们这次政府机关在设 在研修这个矿业化的部分 也是考虑到产业面 还有考虑到环境 还有考虑到那个整个土地使用的问题 以上做个补充 谢谢 市长请 好 那个 我还是 两个问题回答 一个是有委员问说 如果按照这个行政院的版本的话 那展现后 那个修法后的展现案 才需要适用相关的规定 所以 看起来是 是不是会只有少数 才需要去执行 那其实是 不是的 就是說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统计数据 107年 108到113 这个其实是陆续 会需要做展现 然后 也有 很多都是跟原住民部落会重叠的 那这些案子 如果在这个修法之后 也都要去办 那要去办的这些案子 的这些量 比如说一年有 10件 11件 9件等等 那如果对照 我们现在 比如说雅尼这个案子 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坦白讲 就是說 原住民諮商 同意的这个 事情做起来 恐怕没有想像 那么简单 跟那么快速 就是说 这个 对 但是要 但是要 諮商同意的范围是什么 就是要巧 就是 部落跟部落之间 哪些议题 還有再跟雅尼来谈 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 諮商同意 其实过往 经济部做过 像向阳的案子 其实就 知道说 在原住民部落的这个时程上 其实没有 各位想像的 那么的容易 跟快速 这个 第一个我做一个补充说明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是 未来是 假设这个法 今年可以 赶快通过的话 未来陆续 会碰到展现 而需要 落实这个 新法的这个案例 其实已经蛮多的 这个我先做一个说明 那第二个 就是一直在争执说 这个要不要重新核定 匡业用地 我想几个说明 也就是说 这一些的 当时的匡业权 都是用当时的法律 认为他是合法的 那已经合法存在在那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他去挖的时候 他是不是立体式的挖 其实他在开挖的时候 就已经要报 经济部同意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他挖的情形 他是立体式的 还是横向式的 也就是说 他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知道 他的开挖方式 合不合理 跟准许的范围 也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 这些匡业权 他拿到这些匡用地 按照当时的匡业权法 他就认为说 他只要符合这些规定 他展现期间到了以后 再申请展现 就会过了 也就是说 他拿的矿议权 大矿 他其实的想象上 他的安排是说 我只要合法做 我可能合法 我就可以去展现 那主管机关 也要给他一个了解说 他这个的是什么时候 会到期等等的 那我们个人是觉得说 如果现在的法律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其实是会有点突袭 你让他觉得说 你的法律是塑及既往去 做一些重新的一些规范 那我们行政院的版本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第一个水泥供应的 这个国内的需要 我想这个恐怕 还是要请各位委员斟酌 也就是说 水泥产业在其他国家也都提到 它是一个国安的必需品之一 如果台湾没有产就算了 如果台湾自己有产 要有适度的供应 国内的一个满足 那这是一个就各国情形 如果就现在 在国际上发生了这个 纲铝的这个争议 其实要回过头来 检讨说 国内的这个需求 自主的需求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按照委员的这个立场呢 在这个新 我们行政院的版本的新法 从前端整个的这个 评估 要让这个矿产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什么时候量不要超过 原来我们核准的量等等 让厂商可以提早去应应说 如果这个量只能这样子 那国内的供应 要怎么样取代来等等 我也要跟委员报告 这个也都不是短期就可以弄到 可以能够 厂商可以安排 它其实都要有 很长期的这个商业的安排的等等 那我觉得要给人家适度的一个 合理调试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环境的保护跟 尊重援助 行政院的版本 是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可是我们 也要同时想到说 这些机油的矿怎么样让它 觉得是痛 但是是愿意来接受 这个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来跟厂商做一个相关的 说明 教育训练也好等等 我们是 经济部是站在这样的立场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沟通跟说服 我想简单做一个补充 那个政长 这样听起来 你这个最后的说法 是一种折衷的方案 但是今天委员 都非常坚持 他们的初衷 但是你们那个 所谓的折衷的方案 只是口头说明 并不见于文字上面 在法条里面并没有呈现 这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担心这个部分 各位同仁 因为我们 这个已经 40分钟 超过40分钟 等一下我知道 我只是告诉大家 因为往后 第四十七条 如果没有处理完成 后面的恐怕 都会陷入困境 好 最后一次的发言 我们就要推理 由美女委员 先举手 主席这边还有 主席这边 好 好 好 谢谢 那边先 这个部分 刚刚次长在问说 为什么还要再重新核定 那当然我们看 43条之一 新疆域版的43条之一 就在第45页的地方 就他重新核定 他可能就是要征询 環保 水土保持 土地使用 跟其他相关主管机关的意见 那这个部分就是 刚刚主管机关有提到 就是说可能要搞个八年 那今天他已经在开采了 又要将他重新搞了八年 我想这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所在意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上一次呢 在讨论第三十三条的时候 好 就是说矿业权 他展现了申请 那原则上呢 就是他申请的时候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把它驳回 那里面呢 包括说他以前旧的 不需要有这个所谓的 官场计划 这个矿场的关闭的计划 然后呢 他这个原来核定 他这个是由土地所有全能的同意 或是供有土地管理机关的同意 或是说矿业用地 供有土地地上全能的同意 等等 那我们这里呢 其实大家所在意的就是说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国土计划 譬如说他在这个国土计划 他属于敏感地区的 他这个已经开采很久 可是事实上他应该要把它关起来 因为他真的不适合再继续开发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不会在还评里面 那这个是属于国土计划 或是区断计划里面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就大家比较在乎的是这个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一条之后 不要让他重新再核定 因为要跑那么久 其实有些的地方 可能只是盖个大印 那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 那其实在这里呢 是不是可以在第三十三条的地方呢 再把它加入一项 就是说 那没有依照第四十三条之一的第一项 取得土地使用管理机关的同意的 那这里面就会牵涉到 他要去看看说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敏感的土地啊 对不对 他是不是应该要 譬如说在几年内 他应该把它关起来或什么等等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这一条就可以不用再坚持 因为要将他重新退回去 全部再去盖个账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啦 但是我们所在乎的就是说 他是不是符合国土计划的这个部分 譬如说他是在这个敏感的地区 他不应该再继续开采 那如果说他没有 那也经过还评了 也经过这个同意了 那我们觉得说那就OK嘛 所以我们是在33条地方 把它加这一项矿氧基础 请教育一下 好 我想刚刚 刚刚市长所提到的就是 涉及既往叫做突袭 我这不以为啊 我要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的矿业法 矿权的取得之后 好像就是无限的延长 没有退场的机制 今天我们如果要 有取得一个矿权 好像就是永远的保护这些 矿权业者 没有这回事啊 我们一个法律 哪有指放不收的这样道理啊 这对我来说这是人所未闻 然后再来一个东西 今天 不只是水泥的这个采矿的问题 不只是矿权采矿的问题 環境敏感的问题 还有原住民人权的问题 这些部分 不是跟这个涉及既往没有关系 这是权力的问题 它本来就不会有影响 涉及既往影响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 我们在这个矿业法里面 修法开宗民意 就讲永续发展 我们就讲永续发展 所以应该要在新法的审查的时候 就应该回头去通盘的检讨啊 不是吗 不然的话我们修这个是修假的 再来一件事情 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 其实市长没有讲 但是你刚刚应该讲的就是讲信赖保护 在信赖保护里面 在行政法里面 也可以有情势变更的原则 所以不要跟我们这位委员讲这一套 说今天这些业者 因为采矿采到一半 没有采到一半 他本来就知道他采矿就是 已经合定到几年 这一个矿权的展现 他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续约一样 续约不是说是一个旧权力的延伸 民事的续约 他本来就是一个新权力的展 新权力的这个合定 新权力的约定 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续约的时候 房东还要重新再看一下 这房子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不要讲说今天要去真的要去护航这些财团 我们既然都要重新的修法 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上 重新的通款检讨 好 安利委员 好 谢谢主席 那个关于是7条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那个用地核定的这个部分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经济部 就是我们现在的审查是一个形式审查 还是一个实质审查 如果他是一个形式审查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他过去已经都在这个 这块的地方上面他都已经有在做 所以呢 他可能会认为他是 会继续的被允许下去 但是如果是一个实质审查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会看到 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就是说 除了原住民的利益 在地的利益 和他们在跟当地的这个互动的累积的经验 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 他们完整的一个被尊重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水保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说如果过去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完 完善的保护这个水土的话 那当然他可能在审查的过程也会很快的通过 所以我是在想请问一下经济部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水泥 他可能是外销 并不是说都是我们台湾在使用 他有一些他是外销的 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些法定的程序 是不是有把这些矿权上面的 实际上面的一些的事情 能够列入到我们的审查的 原来的审查的一个流程里面 那如果经济部现在在做这个审查 是不是有一些的困扰 那那个困扰是什么 如果我们这一条列下去的话 它的困扰是会让经济部更加的容易去面对 还是说经济部反而是觉得更加的困扰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经济部再说明一下 好 谢谢 好 今天不待会讲 林苏芬委员最后一次了 我就要处理了 不是我最后一次 如果大家还有第一个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刚才很同意这个 搞禄部委员讲的 就是说王美花次长讲到说 如果塑及既往就是一种突袭 可是这不是塑及既往的问题 因为这是特许权 我们一次核定你二十年就是二十年 就没了 旷野权者 这些业者要有心理准备 我给你的期限就是二十年 那如果二十年后要展现 我们要不要给你 国家当然要把关 那把关的方式当然还包括说 你基本大家每个开发案 都有土地所有权同意啊 那有用地核定啊 那要不要行使原住民同意权啊 那我们这个东西 是一个新的特许权的赋予 这绝对不是一次许可万年有效 如果说一次给你了 第一次给你了 六十年前给你了 那未来的展现都是重宽 刑事审查 而不是实质审查 那就是 那法律上的意思就是一次的许可万年有效 这样的 这样子是对特许权的管理最好的方式吗 那我再告诉大家 我们照这个 所有的统计数量来看 开矿都是一个 暴力的产业 暴力利益的利 这个是统计数字可以拿出来看的 那我要再告诉我们的次长 你说国防安全跟国内自救 那我们非常同意 但是你们现在管理的方向是要允许第一度出口 所以它不只是国内自主而已 那如果再照以前对世界各国 对比如说美国对国内石油的概念来讲 他们即便是国内国防安全 他们对开采矿也认为不可以开 开净采矫啊 不能开净采矫 不能开净采矫 有时候是适度的 适度的强度的 适当强度的管理 让业者不要一次把好开的矿 通通用光 如果把所有好开的水泥矿 大理石矿都用光的话 那你剩下是成本高的 那搞不好才是一个国防安全上的 不利的因素 国内自主权的一个伤害 所以适度的强度的改变 这是必要的 那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说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讨论 就是说如果你有变更的方式 可以执行我们这一种概念 我们也不是非要坚持 我们自己的条文不可 但是如果你愿意用什么样 变更的方式 放到其他法条里面 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 展现这个用地的核定 或是不一定要核定 土地的这个同意使用权 一定要取得这个土地使用主管机关 内政部的这个审查的程序 要放到进去 那大家想会不会匡日费时 我举一个例子 依照现在内政部的区域计划的 开发许可的案件统计量 事实上呢 他们在地案的25 三年内地案的25件 三年内完成审议的 三年以审议时间超过三年的 他们目前法规你到他们窗口去看 零啊 内政部的审议 里面 呃 审议时间一年的是六 一年内审完的是六件 两年内审完的是八件 二到三年内是一件 三年以上是零件 我们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 事实上 根本没有什么什么 旷日费时的 而金昌案会拖那么久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法规 内政部的这个法规里面 他以前啊 都没有去 呃 就都市 呃 金昌案的审议是一个法规的 我慢着我看一下那个法规是 非都市土地开发审议作业规范 因为那个法规都是针对建筑物 从来都没有针对这个 啊 这个开采矿 所以在金昌案之前 審议作业的规范逻 呃 呃 呃 是指针对硬体建筑 啊那后来才修正成说 一定破度以上完全不能动画保持原地吗 那是因为修改法规 那至于修改法规不要讲说 这个 如果遇到修改法规啦 不要讲说我们现在开采矿的程序啦 盖房子如果修改法规也是要拖啊 每个事情整个国家在修改法规的程序 很多本来就会拖了 好 请 市长说明后要处理了 好 那个呃 就像刚才游远讲的啦 就是上一次我们开会已经 呃 有初步同意说 在展现的部分呢 要去纳入这个土地所有人同意这个事情啦 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说 刚才委员好像提到说 敏感地区就会不同意等等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国土法里面 就相关的敏感地区 这个 就说即使那个地方叫做敏感地区 并不是都不能开发 这个是我们理解的 所以这个有一点出入啦 有点出入 我特别说明一下 不然让委员到时候有这样的误会就不好 那第二个我要讲喔 就是说 我举例子 好像大家都觉得水泥是一个 要喊打喊杀的这个这个产业 那我跟各位讲 我们花莲发生地震 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个 食材业者啊 损失非常惨重 那破碎的食材非常非常多 那现在就是去盘点就说 哪些喔 勉强可以用的 看怎么样可以弄小块可以用 但是还有非常多是已经碎片的不能用 那那些碎片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到他其实是要请这些水泥公司啊 用循环经济的概念来帮他烧这些碎片 否则那些碎片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 那所以呢 在这个水泥产业 作为这个循环经济的一环呢 他其实也有他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就是当时就是 坦白讲也有一点强迫 就是拜托这些水泥大厂呢 一定要协助来清理这些 非常多破碎的这些大理石这些矿喔 那也花了 经济部工业局那边也花了非常多力气 去整理这些东西 那所以就说 还好台湾还有这样的一个水泥业 可以来协助 否则如果没有这样的水泥业那些破损呢 就是用另外更不环保的方式来解决 那我这是讲例子 那至于陈曼力委员问的说 到底展现是刑事审查 我的理解是 我们条文有规定要审查了 绝对都是实质审查 所以定下来就变成你要实质怎么审查 所以我们其实也都很 尽量可以在这个环保跟原住民同意 这个之间呢 看怎么样能够取得 大家可以朝 比较进步 但是又可以同步 来顾台湾的这个 产业的这个问题 简单做一个补充 主席我要补充一个水泥业者 对环保 环保产业的贡献 因为我要呼应王美花次长 你知道他不只是帮你处理这些废弃物 有水泥业者去烧的 他不只是烧这个 甚至还要烧废轮胎的 这个是过去经济部 这样做是对的吗 我虽然说这是一个贡献 把这些废异然后去烧 他本来在外面 在外面处理可能一顿要上万元的 可能给水泥业者烧 可能只要一千元 这个是对环境最好的贡献吗 所以用这种讲法来说 水泥业者对台湾的贡献 事实上是问题很大的 那李委员应该是我先举手 我很乐意看到在野党这么的护航 行政院和行政部门和行政院版本 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的 李委员不要讲到护航 非常合理 对啊就是在野党的委员这么的护航 你本人还护航 有问题要要请教他 事实上我比你早棘手了 那因为今天矿物局局长早上都还没有 这个答复什么 我现在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徐局长 你上次给我们的资料 过去五年产量为零的 有107个业者 或者是个人申请矿业钱的核准 但许多矿业用地的面积是零 那现在都是在申办中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先讲清楚 那矿业用地在申办中 是因为他没有取得 土地管理机关的同意 还是没有不准以细租 所以矿业用地的把关机制 要请矿物局这边来说明清楚 那我们现在这个行政研板 有没有真正定 矿业前展现的时候 矿业用地的第二次的把关机制 是什么 请局长来说明 谢谢主席 谢谢空委员的提问 那空委员讲的这个部分 是零产量的所有的矿 要怎么做总体的 对对我懂 这个东西呢 我们从上次开会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 有人就是 委员就是希望 我们能够不修法的情况下 有没有机会 就先盘点我们现在 寄存的矿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来跟大家报告 盘点了五年的矿里面 有98矿 那98矿是因为有 五年来矿为零的 有107矿 那扣掉石油跟天然气9矿 所以我们盘点的有98矿 那这98矿呢 我们分了几个阶段来做盘点 第一个边呢就是说 不修法 我们依照我们现在的要点 38条之一 我们有个认定的标准 那这个认定标准不修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就把某些矿 让它就自动的退出 那我们有几个样态 我稍微念一下这个样态 这样态是跟要点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 任无停工 这个是没有停工 我们认定它是没有停工 第二个是主管机关 通知停止工程 这是认定原则的第三之一 一个是未开工 以申请认定核定用地的 一个是以令申请用地 其实它的样态有八个样态 八个样态我们就是一一去盘点 依照我们现在的认定标准去盘点 那盘点的结果 有些不修更 已经 已经可以被 被逃 不是 就是请它停止矿业权 那另外有些呢 我们有去盘点 就是说我们的38条之一 事实上已经做完相关的行政程序 也颁行了我们38条之一的认定标准 如果依照38条认定标准呢 我们再启动有可能还有二十几个矿 会被废止矿业权 我想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在新的要点 颁行了以后呢 我们会让业主提出身负 就是说他们之前 用旧的认定标准的时候 它是有权利的 那现在依照新的认定标准呢 它这个权利会被我们废掉 那这部分我想 我们会很谨慎的去办理这件事情 以上说明 这个我记得我们三次开会的时候有讨论 就是在半年还是 半年内嘛 要请矿物局针对所有的矿场 它这个开发的这个样态 要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就是我刚才请他来说明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 再更清楚的 你们去清查这个矿场 当时有请你们去清查 全国的这一百多个矿 去清查一下 那现在该停止的停止 那该申请的申请 那现在都是在申办 都在申办作业中 那这个我觉得经济部还是要给我 在这次矿业权审查的时候 应该要给我们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们下一个会议的结议 我了解 好 那我请周陈秀霞讲完 我一定要处理的 我们已经一个小时多为了这一条 来 主席我想 我支持林淑雯委员的这个 47条的版本 这个展研核准以后 还要需要再重新去申请 矿业用地核定 因为这些老矿区 他展研以后 一定要保障到这个环境 和我们当地的基民的安全 所以 这个部分我认为 一定要重新申请核定 矿业用地 这样才可以 好 因为这个 这个条啊 47条 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小时多 那么每一个委员都 畅所欲言都让你们讲了 但是大家的看法跟想法都不太一样 我建议 我个人也希望是从原来审查 高度的管理 我个人的态度也是这样 但是 既然是必须要取得共识 特别是我刚刚听到了 行政院应该要有态度出来 特别是跨部会的部分 像刚刚王次长讲到这个 内政部有内政部的看法 然后延命会也没有就原住民的这个 全力的保障啊 做更清楚的立场的强烈的表达了 所以你们这个 跨部会的院内来决定 所以我建议 今天这个部分暂行保留 好不好 好 我们试着往下走 不晓得 好像后面两条 还是会是这样 我们找那个可先通过的 我们先通过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经济部这边要清楚说明 我们到底原住民的智商统一检 是在哪一条有保障 你们是只有保障新的 但是 以前的 就没有啊 以前的 这个你要讲 展现 对啊 是 这个旧矿的展现嘛 新矿也是嘛 但是以前没有 现在还在开采的 以前 没有经过原住民智商统一的 没有啊 重新取得 对啊 这个部分是还没有 OK 47条 暂行保留 我们看第18条 来 以 林淑芬委员的序 然后后面有 尤美丽委员的 有时代力量的 也有行政院的院板 陈明文委员的修正东义版 好 高志鹏委员的修正东义版本 还有 高律庸的修正东义版本 还有孔武器委员的修正 OK 好 以上 进行讨论 喂 都没有意见的话 就通过咯 通过谁的版本 好 我们先看行政院的版本 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是 原住民的土地正义 土地的权益 内容 院板的43条之二 看起来是比较完整 有提到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实行后提出的 这个时间 有特别提出 不晓得各位 可不可以同意 就按照第43条之二 院板的43条之二 为讨论的一个核心 我是支持43条之二 行政院版本 这里面它的第一项是谈到什么呢 就是谈到说 研合定跨越用地 为以原住民族土地 周边一定范围之空有土地 跨越前者必须要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规定办理 还有它这个第三项最后一项 它也有这个停工一到三个月的规定 主管机关应通知 矿越前者限期办理 借其为办理者 得按次暂行停止工程 一个月到三个月 至其改正完成为止 那你说原住民部落智商同意 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那也不是很久啊 像刚才次长讲说 你说这个部落的人 有这个研民会的 你说下阳矿场 下阳矿场是因为他没有超过一半的加户 后来是搞了快一年 一年多嘛 那现在就是要原住民当地部落的族人的同意 必须要超过半数的来参与投票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准许 那这个部分一到三个月 那如果说认为太短的话 也可以稍微再延长啊 对不对 一到三个月是不是订得太宽松了 你可以订半年到一年嘛 以下阳矿场为例啊 提出再修正啊 如果这个期限的部分 那高雷英文 我这边跟这个行政院版的 还是有差别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 而院版的是修法通过后 提出这个矿业展现申请 才要办 原住民之行同意 那不办的时候 还可以无限期 无限次的改正到 这个完成为止喔 但是呢 基本上 应该是要处理的 原刑法21条的 智商统一权 第一个你要搜集既往 那我们这个一样喔 同样在一年内实施 如果你不在一年内 践行的时候 那你还有三个月的补办嘛 可是呢 你如果补办 没有完成 你应该就要废止 矿业用地的核定 没有说你应该一直在 一直在无限的 改正完成为止喔 就像 就像刚刚 李淑貞委员讲的 你一次核准就万年有效 没有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退场机制 你如果没有完成 你就要废止 它的矿业用地的核定 我在这边 要特别坚持这一点 好 那个世代力量的条文 的差别啊 就是 不予核定 这个是主轴啦 好 那个 林淑貞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喔 这个我是尊重原住民委员的意见 不过我把我的版本 跟这个孔文吉委员 所同意的行政院的版本的差别 我来做一下说明 就是说我们的版本是 你一定要遵循原基法第21条 去践行 尊重部落 然后智商同意等等 如果没有践行这个程序的话 你的这个 矿业用地 就不予核定了 它就不能采矿了 那孔文吉委员所支持的 行政院的版本是 你不做的话 我就叫你来做 那你 你还是做不好的话 我就叫你再改 那永远喔 没有限次数 也没有限期限要改完 那他还可以边挖 边 边送审 然后边 可以边进行 那不进 否则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它 行政院的版本 它是可以 无限期 无限次 然后边挖 边进行 这个智商同意 那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再继续再 再补 再改正 一直改正 反正他也不对 业者是不痛不痒啊 业者是不痛不痒的状态啦 但是这个地方我没有很强烈的意见 我是尊重 原住民的委员 补充啦 可能这个行政院版本 定的也不是太宽松了 就是说 你借其不办理者 借其不办理者 就驳回他的申请啦 好像把这个类似这个 这个这个把它加进来 那你这样子就跟我的版本一样了 对啊 基本上 基本上 要请市长讲啊 你同意行政院的版本就是 借其不办理 处分没有 就补办就好了 然后 就永无止境 一直补办啊 现在就是说 你同意的行政院版本是 对后面 是不痛不痒 对业者不痛不痒的 那我现在提出嘛 提出更正 就是说 你要更正那就是支持我的啊 而且他一个时间办理 他如果不办理 就驳回申请 就这样子嘛 哦 我要 因为你变来变去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你的立场变来变去啊 你一下子支持行政院版本 一下子现在又支持我的版本啊 所以我告诉你 我才有 互相尊重那个个人的意见 不是啦 我是要厘清一下争议啦 我谁助你们 处理这个事好不好 呃 因为刚空委員的意思 也是要严格 来 哦 要严格啦 所以这个条文之间 就是 林俗芬委员跟 呃 院版之间 我们来取个一个折中好不好 呃 呃 那些就是不准 驳回他的头 驳回他的申请 现在是 给他一年 然后一年之后又再给三个月 对不对 那我的是折中版啊 那个我 我 我觉得那个是洞口了 很危险啦 哦 我们 主席我再把那个行政院的版本 再讲清楚一点哦 嗯 他的行政院版本是法律效果不明确哦 他也不同意也不驳回 他的这个程序 所以他是 只要程序开启就好了 有开始在取得就好了 不用取得同意 所以他整个条文是 只要你有办理这个程序 你都可以继续采矿 然后 就就可以了 行政院的版本是这样子 他是 你有没有取得同意 不在他的法律的要求里面 所以实质上他也可以 只有 建行那个程序 不用 不用取得同意啊 好 那也没有法则啊 OK 也没有法则啊 所以对业者是根本毫无拘束力的 放棄院版 我们来看时代力量跟那个 因为你们之前都只是院版 主席我说明一下 大家在做角色之前 我们请市长来说明 好 这个条文哦 我们有跟那个圆明会 有密切沟通 那 现在为什么这样定的原因哦 也就是说 假设这样定了 你碰到一个要展现的 案子的时候 就要按照这一条来办理嘛 但是呢 这个矿 他的原住民部落有没有 哪些人是属于要去征询同意的 其实 想象上是才会开始启动 那我来找他征询同意的时候 那条件是什么 想象上双方会去谈 那如果以 过往少数几个案例 其实那个程序都 非常困难 我老实跟委员报告 也就是说 第一个要智商的人是谁 那谁来带头来说 这个要智商 那智商的条件 可能会怎么样 那权力人跟 跨越权者跟当地的部落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 这个协议 那事实上 这个之间 其實可以想象 都会需要做 不断的交流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项就规定说 那跨越权者有没有建行这个呢 他要报我们圆明会来核定 所以由圆明会呢 来帮我们去 watch 他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 所以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俗认委员会认为说 好像我们只规定启动 那不做的话 就是可以一直 这个停工 可是我跟各位讲 对水泥矿的停工 停工一个月 他其实整个流程 就是非常严重 因为 那个水泥会有时效的问题 他如果水泥不新鲜 他其实过了时效 那个水泥就完蛋了 所以你 你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停工 一个月三个月 好像很轻 可是这个停工一个月三个月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严重的一个处罚 那这个其实是 从产业面来看说 他的这个效果 其实 跟各位想象的情形 他是严重的非常多 所以就这个条文的处理 其实是一个 在 从实际操作面来看 其实已经是一个 很高难度的一个处理了 我先说一个补充 但是主席 他都不能停工了 他有在办理 他还没有取 他会 还没有取得同意 没关系 只要有办理 就没有停工条款了 OK 所以我们综合大家的意见 请大家看一下翻页的 那个高绿佣他们的 这个内容 好像比较有综合性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在申请矿业用地核定的时候 一定要去取得原住民主的 諮商同意 而且也一定要有期限 避免矿权人 一直拖延 一直拖延 这样子的话 我想 这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 这个部分请大家 要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本的第49页 那行政院版本 这边有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 应废止矿业用地的核定 第一个是 矿业前者申请 废止矿业用地的核定 第二个是 依第39条规定 办理 矿业前的消灭登记 在第49页 第三个是 言核定矿业用地 经法院判结 应返还土地确定 那 我这个版本是 上一次有修正动议 有通过 有提成案 就是我这边是 增加了一个叫做 第四个 为依第43条之二 规定办理 并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者 不是 就算是有成案啦 为依第43条之二 规定办理 并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者 把它是加到 这个第43条 行政院版本 第三条之三的 第四 一二三四 第四款 那我们要怎么给它期限 要怎么给它期限 这个就是大家 现在可以讨论的啦 就是针对第43条之二的 一到三个月的那个部分 可能要给它一个期限 这样子 我综合大家的意见啦 因为上次我们 我们 院版的第41条 所以大家的意见 还是很分歧 刚刚孔委员所提的这个 所以要不要看一下我的 我的修正动议 就是 一年 给一年的时间 在三个月 如果没有就废纸啦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期限啦 如果没有期限的话 期限无限延长 这就是我们诟病的地方嘛 跟委员报告 因为期限 假设 区域全员都已经有去办了 那其实是在跟部落 在 諮商沟通的时间 其实 如果就我们现在的个案 部落他还说 你不要逼我 慢慢 就是 大家能够 我们部落能够确定的才好 所以那个期间 不是 区域全员去delay 他其实 还有部落自己的意见要整合 所以 所以你去规定期限 其实对区域全员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我们当时跟原民会协商 就是说 请原民会这边呢 帮我们来看这些程序 他有没有去进行 那他如果 有不恰当的这个行为呢 原民会这边会 协助我们来处理 这个程序的问题 所以他不单单是 区域全员本身的问题啦 没有这个部分 可以提早去沟通嘛 不能一直这样无限期的展延嘛 如果疫情 给他一个期限是可以啊 那你疫情就要驳毁啊 你疫情没有驳毁的话 这样一直补证一直补证 这样流移形式 这样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保 保障到原住民的权益啊 第四三条之后面 行政院版本的后面 他只有说请你去办理 再行停止工作一个月到三个月 到他改正为止 真是不痛不痒嘛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不是 可以加一个 就是说 如果未依其限量办理的话 就是 借其 不补证 不办理的话 就驳回其申请啦 要给他一个时间 那第四四三条之二的最后一项 加这个文字 那第四三条之三 就是加本席所提出来的那个 没有经过 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个的话 他可以废止他的 矿业用地的核定啦 我这边建议齁 因为你驳回 这个条文比较清楚 你驳回其申请 他还可以再申请啊 直接废止就好了 废止矿业用地 主席 那个就是说 这一条其实是跟那个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21条 是非常的息息相关 那我是支持是说 我们其实应该是说 让我们的这个 呃 开矿的这个单位呢 他其实要长期跟这个 在地的原住民部落 应该要有一个 比较友善的沟通 那当然这个部分 也会让他提早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 等到事到临头的时候 他才开始来做这个的工作 那另外呢 就是说 我刚刚也听到我们的次长有讲到 就是说 水泥的新鲜度的问题 那我想 就是说 如果说业者 他这么样的在乎水泥新鲜度的话 他把他要做的工作 是不是都应该要提早一点来启动 而不是说 呃 其实我还是蛮支持喔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用一个 比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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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会 做更多的 跟在地的互动 然后 能够让我们在做这个审查的 时候 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在 互动的这样的成果 他就能够把它端出来喔 所以我想说 这个部分 可能也会让我们大家就是能够 比较好 来做处理 以上 好 请 请 主席我 我提出一个疑问喔 就是说 呃 但是我要先说明啦 我还是尊重原住民委员啦 就是说 矿物局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在行政院版之前 事实上 矿物局有一个新的 这个矿业法的修正的自己的版本 但是到行政院版的时候 它消失了 那所以这个行政院现在的版本里面 会有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就是 照旧的矿物局以前在去年七月公告的 这个版本有讲到说 呃 新法 这个修正之后 就已经在施行的这一些 旧有的这个矿业全责的矿业用地 齁 他的申请案件齁 呃 他就版本是说 尚未准博者要适用新法 齁 大概就去年统计大概50个 你已经在申请展言了 啊还没有做准博行政才 这个合定以前啊 要适用这个新法 那现在要问你们就是说 呃 行政院的第四三条之二里面 照这个法条条文是 这个条文只约束 新申请的案的 还是旧的展言 尚未准博的也要适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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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到底是怎么以为是 有没有溯及 这个 这个 正在申请还尚未准博的 这个 这个 当然是含尚未准博 尚未准博 尚未准博但在这个法条是没有 我说提问一问是 尚未准博的话 在行政院的版本是 没有受到 没有溯及既亡啦 只要有送案进来 就变成旧案了 那就 不再新入法律修正以后 他们是 不适用43条之二的 那是院版的态度啦 那个 政天才委员 有关这个 有关这个43条之二 这第一计划 本法中华民国 几年几月几日修正 之条文 施行后 提出之矿业前展现申请时 所以它这个已经直接就明文 它是一个 这个修法之后的展现案 矿业前展现案 所以对于已经施行之前 就是现在 这个 申请展现的案子 就没有办法去试用这条 这个 就是 等于没有收集既往 这个部分 这个是非常非常 这个 严重的一个 不公平的条文 因为对于这个 还评的部分 还评的部分 就明文规定 可以收集既往 对于原住民族基本法的 21条部落智商统一权 却没有办法 受集既往 这个部分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不公平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 矿业前者 完全 以这条条文来讲 矿业前者 要提出 然后这些 最后一项 那个部分 就是等于是 让它可以继续 等于让它继续 然后只是暂时停止 像这样的条文也都不对 你这个申请 然后展现 然后授集既往 都应该 你没有 你没有在核定之前 你没有一言计法 21条 完成部落的智商统一权之前 应该都要暂停 都应该不能不能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新的案 因为它毕竟二十年 二十年才展现一次 多久啊 这整个山都已经 整个生态不一样了 整个山不一样了 当初啊 当初原住民族 本来都有设定他向前例喔 本来都是有他设定他向前例 还没有取得所有钱 然后被迫 就是说这个啊 你就放弃你的他向前例 放弃你的跟做前 地上前 在原住民族的立场而言啊 他以为 按照原住民族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 开发管理办法 九年了 最多九年了 就原住民的思维 以为只有九年了 他没有看矿业前法 这个矿业前是二十年了 但是从原住民的立场来看 他以为只有九年了 因为成租就是九年嘛 以为九年就会还给我了 现在还不止二十年了 现在还不止二十年了 已经六十年了 所以我们都必须去考 思考这个部分了 因为这些土地 还不是传统领域 是原住民有 是原住民有 本来应该有所有钱啦 但是被法律明定说 只能有他向前例啊 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 这些土地啊 要去看待这个 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 原住民的感受是什么 这是原住民的土地啊 被协调之后 放弃他的他向前例 也就是放弃他的所有钱啊 所以这个经济部啊 一定要总 去思考这个事情 是 各位同仁要 同时要看第五十三页的 关于院版的第四十三条之三 这里有什么样的条件 应欲废纸的一个说明 刚刚次长所讲的那些 其实都在这里 什么样的条件 就直接废纸 各位看一下 不然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 以院版为主 然后葛鲁余用跟孔文吉委员的内容啊 一起进入整个条文的整理 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 不然我们会一直卡在这里 葛鲁余用呢 我想喔 还是以本席的修正动议来看喔 因为 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 我的这个修正动议 第一个 强调的就是塑及既往 第二个喔 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 时间性 那 这里面的 事实行政院的这个版本喔 其实就是一个陷阱啊 好 刚刚就讲到了 他就是在这个条文事情后 提出 矿权业 矿权展现申请的时候 才要经过援助民族的同意 所以我们在对照刚刚 如果没有依照43 之二条 就是刚刚的那个 駁回的那个内容 如果没有依照43之二条的 规定办理 仍然 只是 这个本法修 修法施行之后 的那些业者申请的时候 然后申请那个矿业权展现的时候 没有依照这个 二十一条 原器法二十一条办理 才会 才会去驳回申请喔 这样子不合理啦 我的版本喔 我的版本就是在讲 在这个修正条文施行前 已经核定之矿业用地 如果位在原住民族地区 原住民族的土地里面呢 你矿权业者就应该在一年内 依照原基法二十一条 跟相关的法规办理 然后我们再提出一个时间 就是一年之后如果呢 没有再办理再三个月 就应该要废止 矿业用地的核定 你这样子才有真正的效果 不然的话 刚刚这个条文 那个行政院版的条文 第一个是修法后 申请的这个展现 就已经把我们现在现有 这一些五十几个 这个矿权用地都已经打枪了 都不用申请了 第二个 又可以不断不断的申请 不断不断的进行知情同意 直到改正 那不就是又回到刚刚说的 你一次核准 万年有效 那我们在修什么法 我们在修什么法 那你真的在骗原住民呢 好 我同意 我同意格鲁勇的说法 我是不是 好 那个市长先说 我说明一下 我说明一下 其实上一次 就是我们基地部有说明 我们展现 并不是都给二十年 而且给二十年的 其实是少数 我们其实给十年 八年五年的都有 而且现况是 并不是都给二十年 我第一个要澄清 没有没有 没有 我们有统计资料 等一下那个表 再给委员 那再过来 就是说 就是说刚才有提到说 曾经我们有一个版本 就是说 来申请展现还没有准薄 要用新法 没有错 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版本草案 但是我们这个版本 开了公听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 违反这个原则上 法律不速的既往 我们也因为这样 又请学者专家 再来召开相关的智商会议 没有学者专家 赞成我们这样的立法力 这个跟行政法的 这个法理呢 大家都觉得 要去 对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破口 那刚才委员讲的 刚才委员讲的 还品 为什么要补作 那原住民这个 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 也就是说 还品就一个破口 没有错 可是基于 他对这些矿场 对台湾的这个 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那边呢 去确实去做了一个破口 去确实做了一个破口 那但是呢 他 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如果我们一直去 做这样的一个破口 恐怕 整个中 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 跟的稳定性跟信赖保护呢 都违反了 那我们的配套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刚才我有讲喔 其实在107年之后 陆续要办展现的案子 其实就蛮多的 那我们的配套就是说 陆续要展现的案子 就已经要来执行这个 我们其实对 原住民的执行这个时间 时效上会怎么走 其实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那我们现在 已经申请来的案子 其实是他早就他到期 要去展现的这些案子呢 我们会准的时间呢 会用比较短的时间准他 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去准他 20年的问题 然后让陆续107 108年要办展现的这个案子呢 看他办的这个速度 跟这个效率 跟諮商的这个情形如何 那后面那个案子 再继续来办 恐怕这样子 是比较顺利的来执行 那这是我们想到 我们会配套去做的 就说 那一些已经申请进来的案子 他其实老早就已经 过期了 只是我们都没有做处分的 这些案子呢 我们会给他的时间性 我们不会给什么 20年 不会 然后会让现在 107 108 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20年 没有 那那些 那些的 既有的矿权 在现在我们监督之下 那去年那个案子 他已经自主 可能委员刚才没听到 我们已经用三方会谈 已经在会谈了 去增杀 主动来咨询 没有私底下 也都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是 那就说 那个个案已经先这样再做了 也是大家 国人都关切的 他是主动来做 他不是 法律规定他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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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对啊 次长 刚刚你讲的 就是说 环瓶因为影响台湾重大 所以才有破口 其实塑吉既往本来 他就是只是一个原则 他本来就会依据 有些的状况 他并且依据 必须要有塑吉既往 促转条例不就是塑吉既往 不当党产不是塑吉既往 当初他们也是依法杀人啊 今天 今天要讲的是原住民人权 我们讲的是原住民人权 所以没有塑吉既往的这种担忧好吗 你过去二十年 过去四十几年 光是雅年 过去四十三年 你剥夺原住民的土地 你现在要再展现 你到底要不要经过原住民的土地 你不能说你在修法之后 你不能说你在修法之后 才要申请展现的 申请这些的 各种程序的 才要经过原住民同意 你之前都不需要经过原住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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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经济部 他这个第四三条之二 第一项 他这边写说 本法中法民国修正之条 表文实行后 提出的 矿业钱展现申请时 也就是说 要依据我们这个 矿业法通过的 那个日期之后 他只有适用到之后 没有谈到之前 那我们之前 宽委局同意的 在原住民地区的矿场 都没有经过原住民 智商同意嘛 那我们现在三位 原住民立委 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 之前的 都没有经过原住民智商同意 那为什么 只能适用到这个新法之后 所以我是建议啦 我是建议第四四三条之二 把这几个文字删除 就直接从哪里呢 矿业前展现的申请 其原核定矿业用地 位于原住民族土地或什么等 都要适用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的规定办理 这个就没有说 这个法通过之后 才适用 把这个日期取消就好啦 就是包括之前跟现在 还有之后的 对对对 寒瓜在里面 寒瓜在里面 好 这个是我们比较坚持 要溯及既往啦 好啦我们有四个委员 不是只有你们三个啦 那个 请高志鹏委员 因为他先举手 我只问 为什么之前空局版本有 现在没有 还是谁决定没有的 请 请那个经济部讲清楚 那个主席 去年的7月的那个 矿物局那个版本有 为什么现在没有 好 等一下说明 那个 郑天小伟 这个部分 这个 一定要做一个 厘清 现在授极既往 已经是在 这一届的立法院了 这一届的立法院 已经是成为常态了 赤长 以前我们写法律的 你是法律系的 这个 很清楚 以前 以前是 这个 立法 不授极既往 这个确实是一个常态了 现在这个 这一届 我们这一届 已经是成为一个常态了 然后 在 在同一部法律 在同一部法律里头 还平的 可以授极既往 原住民族的部落 之商同意前 却不能授极既往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不平等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大小眼 非常非常的不平等 如果是不同的法律去规范了 还感觉不出来 它偏偏就是一个 在同一部法律里面 这样经济部还要 那个 当然你 经济部 次长今天只是 他不得 不好意思讲 也不方便讲 其实 因为他是在行政院的时候被改的 在行政院的时候被改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认为是 我们今天 这个 经济委员会审查 应该就是要 尤其在同一部法律 有一个是 可以授极既往 有一个 对原住民就不能授极既往 对 何况 我刚刚讲了 这个土地就是原住民的土地 对 他当初真的以为只有9年了 结果现在已经要60年了 好 我要处理一下时间 我们到11点45分 休息 周晨跟你说什么 你要说吗 我没有 OK 好 我这样子处理好不好 因为这条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跟前面那一条一样 是连贯性的 而且这条的 意见还非常的多 我是不是建议经济部 趁着休息的时间 把各种版本 拟定出一个 最后的 那个想法看看 可行的 或者是 委员的意见的坚持的部分 必须要纳入 然后我们下午才进行 是不是暂行保留 因为我们家一直谈 谈一天也是讲不完 一样的意见一直在回回去去 所以经济部趁着中午的时间 那个许局 局长 局长 你们试着把所有的意见整理看看 那我们下午才处理 好 现在先往后好不好 看看我们 看看我们是不是最起码会通过一条 不然整个上午都一直卡在这里 第四十九条 第四十九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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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呢 第四十三 OK 好 对不起 对 对 五十三页 行政院 这个跟前面一样啊 刚才已经讲过 它就是绑在一起嘛 先跟四十三之三 并在 它的相关内容啊 并在 四十三之二 来 在下午一起整理之后 我们才进行审查 四十三之三 好 现在 到林淑芬委员的次序 第四十九条 还有时代力量的 第四十三条之四 请讨论 基存矿区是矿业权限 矿业权者 因于矿业权展现的时候 一 还是会回到前面那两条 这其实跟刚刚一样 一样 一样暂时保留 下午处理 第五十条呢 各位还没有意见 条次变更 条次变更 对 这个条是一定会变更的 但是现在 我们还是暂定在 它在第五十条嘛 维持现行法 我写现行法 44条 维 哦 现行法 这是第四十四条 它原来在第四十四条 对于 关于它的内容 各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 就是维持现行 好 那我们就维持现行法 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 有一个修正动议 是陈明文委员 可文旗委员 有 有 有林士芬委员的版本 有萧美琴的版本 有游美女的版本 还有修正动议 呃 还有一个修正动议 还没有宣读 对不对 现在可以宣读吗 好 请宣读 相关吗 好 可以一起宣读 来 新的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第十六案 委员廖国栋等人提案 矿业法第五十一条条文修正动议 前条土地使用权取得 依下列之规定 一 够用 由矿业权者给嫁取得土地所有权 二 由矿业权者分歧或一次给付租金 三 依其他法律所定制方式 矿业权者因埋设或高价管线 所到等设施 非通过他人之土地不能安设 或虽能安设而需 废过拒诊 因与土地所有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协议 不能达成协议时 双方均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调除 调除所需费用由申请方支付 双方不接受前项调除时 得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矿业权者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前 不得使用他人之土地 修认动议第十七案 委员廖国栋等人提案 《抗业法》第四十三条 二 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日某日修正 实行前以核定之矿业用地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 矿业权者应于六个月内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条 资商并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矿业权者位于第一项规定办理主管机关 应通知矿业权者 于三个月内办理 借其未办理者的案次暂行停止工程 一个月至三个月至其改正完成为止 修认动议第十八案 委员廖国栋等人提案 《抗业法》第四十三条 至三修认动议 有下列行程之一者主管 因废止矿业用地之核定一 矿业权者申请废止矿业用地之核定二 一 第三十九条规定办理 矿业权消灭等 第三 原核定矿业用地 国防或民生物质之稳定公益 主管机关等于一定期间采取 緊急进口相关物资 適度调整及其他矿场 核定采取量或其他必要措施 《抗业法》第四十六条 修认动议 主管机关授予前条之申请 经审查符合受理要件者 因将其输图文件刊登于指定网站 供民众团体及机关刊登于日期三十日内 以书面或指定网站表代一件 并在《抗业用地所在他乡镇市区公所村里办公室及部落》 公开展览三十日 主管机关于公开展览 起码或因指定日期通知申请 陪同导网用地申请地 并因会同地震環境保护 水土保持土地管理等 其他相关主管机关及土地所有人 利害关系人 当地居民学者专家与公共利益团体 一同现刊 并举行公订会 于三十日内作成记录送交相关主管机关与会人员 前向举行公订会 时间地点办理方式等方式应于十日前 刊登于指定网站公告于 《抗业申请地所在或比林乡镇市区公所》 村里办公室及部落并得登载于政府公报 新闻指或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 令应以书面送达申请使用范围内 之土地所有权利及利害关系人 主管机关一 前条第一项为使用土地之核定时 因一下列规定征求同意 一 土地如属国家公园范围时 应征求国家公园主管机关之同意 二 土地为公有时 应征求该土地管理机关之同意 三 土地为私有时 应征求土地所有人利害关系人之同意 四 依法应经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同意 使应征求该机关之同意 五 土地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传统领域范围内 应一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 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主管机关做出矿业用地准驳核定之日起 算认为应将该核定处分刊登于指定网站公告 与矿业申请地所在或比邻乡镇市区公所村里办公室及部落 并送达矿业权者 三公主管机关土地所有人利害关系人 当地居民矿业权者位一第一项办理 或主管机关位一第一项至第四项办理 主管机关不得为矿业用地之何地 基金核定者无效 宣读完毕 好 这个相关的修正都列为下午的讨论 因为我时间已经宣布过45分要结束 现在已经48分半了 那我们今天上午至少通过50条 不不 这个现行法的第44条 最起码 那么刚刚有跟经济部建立 你们等一下赶紧整理那个 我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的那个部分 试着整理看看 如果相关委员的这个提议内容 都能够整理出来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提案 我们就让它进来变成暂行保留 也是暂行保留 那个我是建议经济部下午讨论以前 是不是针对我们几个委员所提出的一些修正意见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把原住民之商同意前 把它纳入 那这个是针对以前的还有现在的 所以其实既往的部分 刚才我有提到43条之二 那个什么本法施行后文字删除 甚至于刚才廖不动委员提出的第17项这个部分 你们也可以考虑啊 这个都可以考虑 怎么样就是把原住民的这个基本法的精神 要纳入在里面 不是只有适用本法通过之后的 这个矿场的申请 还有适用以前 也没有经过原住民族基本法同意嘛 这个就是政天才委员讲的 他说环平可以 为什么原住民之商同意不可以 环平可以塑集既往 为什么原住民之商同意前不能塑集既往 我希望这两个多小时时间休息的时候 你们把这个纳进来 看是把它修正在47条跟48条 在认论版本 好 现在在休息 我们是要两点半继续开会 而且所有人想要的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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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谢谢 嗯 谢谢 好 谢谢 我 我们 这么 我们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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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主席 那关于 关于这一个就是说 原住民智商同意 那到底要怎么来 进行 那其实现在委员的 这个条文的内容 有两种 也就是说塑及既往其实有两种 如果是以那个 告路委员的那一种 其实他指的是全部要补办 对不对 就是所有的既有的 矿都要补办 而且要在一年内办 那有一些委员的补办 其实的概念比较是属于说 现在其实已经 申请展现 还没有核准的那个51矿 要不要也要 要 智商同意 其实在讲这件事情 有两个不同的意涵 那但是 就是 我进一步中午再回去 讨论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 用这个法律搜集器 这样去补办 我们还是认为很不恰当 虽然早上 政委员有提到说 那环品的那个 为什么可以 原住民这个就不行 大小眼等等的 但是事实上 环品那个当然 早上我有讲过 它的问题点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 当时是因为参考环品华 28条 就是说在那个 那样的28条的精神 去把它引用过来 也就是说 环品华本身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我们去把它引用 那 原住民的这个智商同意呢 就是说 要怎么践行 它本身程序上处理 就不容易 那你如果又规定说 要这样子 塑集既往的话 我们觉得 困难度跟 这个操作面 都会有困难 那我们其实中午 有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 针对那个 比如说那个 51个案子 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 其实本来 应该要去 按照现行的法律 要去审完 但是没有审的 这些案子呢 那我们是建议 就是说针对这个 51个案子 我们去准的话 我们给它的展现期间 我们就只给它5年 我们只给它5年 所以也就是说 它通过之后 它其实 因为在按照新法 我们是 到期前的三年到一年 就要开始办展现 所以等于是 我们给它5年之后 它在其实在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它其实就开始 要来进行原住民 智商这样的程序了 那我早上有讲过 事实上现在 107年 108一直到114年 要去办 智商同意的案子 其实就已经非常多了 都已经非常多 那这51个案子呢 这51个案子 在原住民的 相关的地区的案子 大概有27案 也就是说27案 这27案呢 在未来的三四年 也都要开始来做 原住民智商同意了 那我们是觉得 我们同意来写一个 附带决议呢 就是当作是一个 附带的一个效力 也就是说 对这个案子呢 我们只会让它展现5年 那这样的法律呢 也不去破坏 那个塑及既往的问题 那也可以达到委员说 要尽快来行使 智商同意的问题 是 各位同仁 听了王次长的说法 他现在用附带决议的方式 来处理 之前就是既有的 既有的 必须要申请 这个智商同意的 这些案 如果用附带决议的方式 来处理 不想各位同不同意 这样的说法 主席 我想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我在讲白话文一点 我想要请教就是说 经济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立场 翻译成白话文 是不是就是说 不塑及既往 已经展研通过的 就都不塑及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我们有卡了一个51案的 在申请中 尚未准驳 在这一些51案件 一个案子在 还在审理当中的 就是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 就是说 5年内暂时免 执行那个程序 免征得 这个知情同意权的程序 但5年后 才要开始 就是给一个特许权 就是给一个特许权 欠到51案 申请中的 要5年以后才 才要开始行使 所谓的智商同意权 那未来再要申请展现的 就这51案以外 未来要展现的呢 比如说51案以外 我明年还会申请展现的 那他也有5年豁免条款吗 就马上 那这样子是 现在审理中的是比较有利了 因为有5年豁免条款 你明年才 这个法如果今年修正过 明年才要申请展现的 你就马上就要 行使智商同意权了 所以我不晓得 这样的修法的逻辑 是通的吗 现在审议当中的 还没准薄的 有5年豁免权 5年不用做 5年以后再来补做 但是明年新生涩的 明年就要马上做了 那在现在已经核准了 以雅宁又核准他20年为例 他是完全都不用 他20年后再来的 这样的逻辑是有通吗 那个委员的意见 抱歉 我回答几个点 现在申请中的 如果按照一般的法律 他本来就要用现在的法 他不是叫拿到豁免 而是我们去按照6N决议 一直都还没有给人做处分 所以其实是 我们已经有些案子 已经被疏怨了 那现在50个案子里面 其实有一些 他的展现期间也过了 他的期间也过了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附带决议 他其实没有到 有一些案子没有到5年 他有的甚至4年3年 他其实就马上面临要展现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雅宁案 其实现在他已经 愿意自主的来进行諮商同意了 所以我觉得雅宁案已经不是问题了 已经个案在处理了 那本来新法就是对未来新的发生的事物来会产生效力嘛 所以新法通过之后 未来即将展现的案子 就得要按照新法来进行 这我想法律是这个样子 所以没有所谓的不公平的问题啦 好 请孔子伟 这个如果在经济部 你现在是讲经济部审理中的嘛 51个案嘛 有27个案是在原住民地区 那有的矿场是已经展研通过 展研通过 你好像说展研 现在是展研10年还是15年 不一定 那我就举两个 举个例子吧 宜兰拿奥乡的奥花村 两个矿场 已经获得展研了 但是七八年都没有采矿 他没有采矿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继续 让他通过呢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们那个很多样态 你们不是要分析吗 那根本就 那时候我们上次讨论过 要你们去调查 去查清楚这些矿场 那事实上他已经没有在采矿了 那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处理的办法 那这个是在哪里 那个委员问的这个问题 是我们要去修 那个母法38条之一 我们会定一个办法 那这个办法 我们一旦公告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办完公听了 预告已经晚了 已经办完公听了 那大概都已经跟这些矿场 都已经做说明了 所以一旦公告了以后 我们就会按新的办法去执行 那新的办法对于说 你其实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然后都不采矿等等 他就我们会给他一个时间 他要来胜负 如果胜负他没有任何理由 我们其实是会 后续会处理他 认为他有停工等等 这些室友会廢止矿产的 后续我们就会这样处理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 公布这个草案 然后跟业界来公听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有六七个矿已经主动来说 那他就不再继续这个矿了 所以确实是已经还没有开始进行行政的公权力 就已经有达到这个处理这个盘点 跟处理这个既有矿的这个效果 对 好 葛雷渊威 好 不好意思 因为刚次长讲说 雅尼案现在正在进行知情 智商同意嘛 那请问一下雅尼案 如果部落不同意 请问一下 这个经济部是会撤销 他的这个核准吗 我回答一下 像雅尼案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谈成 我们最目标就是希望他能够谈成 那在这个过程 行政机关也在一直问说 那雅尼除了他现有的既有回馈措施 他还可以再加码那些回馈 那对于像早上我报告 居住安全的部分 那雅尼也同意说 只要部落有疑意 他的愿意再来检视一遍 所以我早上也讲 我们马上会来献开 也就是说 对雅尼案这种 不管是回馈 不管是维护安全 大家都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我们觉得是希望能够尽快跟部落搭乘 所以我们的三方会谈 根本不是在进行智商同意 根本就不是 你们的目标只是逼部落来同意 来同意 然后接受你们的做法 接受雅尼的做法 那个居住安全 根本不需要智商同意 因为居住安全本来就要做 你一个采矿的这样的一个开发 对于就是周边居民的安全 本来就要做 这个本来就是一种责任 不是说今天经过了会谈之后 抽商或是三方会谈 才需要去 才需要去践行这个 居住安全的问题 那个其实都是 这个雅尼他本身就应该要负责的责任 我们只是透过第三方政府来去 来去做东 来去开这个谈判的平台 然后呢 让雅尼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浮上台面 可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知情同意权 你们这个大摇大摆的就说 这个是智商同意 然后要先进三方会谈 他根本就不是嘛 因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逼部落来接受雅尼 还有接受你们当时的这个核准 我说明一下 三方会谈其实是因为 政府在后面就是希望能够协助 他们两方能够谈成 所以绝对不是逼部落同意 绝对不是 那部落这边他们要提出 市长已经有结论了 然后这叫同意吗 没有啊 你要说朝着就是朝着就是 接受他们的做法 那你就是已经有结论了 就朝着部落的希望能够达到的 那另外我刚才讲的居住安全是讲说 部落说有疑虑 但是我们是愿意觉得说 那就让这个再确认一次 这些环境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 雅尼也承认她愿意再改善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要理清的状况 所以现在其实是部落提出的要求 那都雅尼来同意 反而我们完全没有什么逼部落同意 这很清楚因为三方会谈委员在现场 这次的三方会谈根本就是没有 就是回避去触碰核心的问题 只是先解决这个历史正义 真相调查跟这个居住安全 那还没有真正的去讨论到智商同意 而且呢真正的智商同意 你如果部落不同意 到底有没有法律效果吗 很显然是没有啊 甚至是 市长你这边已经有答案 已经有结论 你这个叫做先 这个叫做先射箭再画吧 不是吗 主席我建议这样子了 就是依照这个 不管是附带决议还是修法的法条文字 现在绣在这个投影机上面的 我们直接就法论法 纯粹看法律的文字 的确是三个层次了 不要讲雅尼现在已经在做智商同意 一个没有法律效果的智商同意 不要拿得这么开心来说嘴 那个就像高路医院委员讲的 他如果不取得同意 法律是不是不急于雅尼的吗 那雅尼愿意做 他有多重考量 包括政府的压力 包括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 他要做不做 那是他 他的这个个人的选择 但是呢 事实上是如果部落不智商同意 刑事不通过 我们没有任何法律的 这个手段可以对付雅尼 完全没有的啦 所以不要拿雅尼已经在做来 他讲得这么开心 第一个 我讲第一个层次就是 已经展研通过的 是没有溯及既往的 我个人我现在一次的讲啊 我个人是没有意见 我尊重原住民委员的审理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概念 离清除 第一层次已经通过了 是不用这个 再取得智商同意了 亚尼的个案不要再讲 他愿意做是一种道德上 或是舆论上的压力 跟法律无关啊 第二个层次是 现在50个或51个 在审议当审理当中的 尚未为准薄的 也不是每一个矿业权 这个这个期限都到了 而且更何况 旧法现有的法律 即便矿业权的期限到了 也无损及他的什么权益啦 继续还可以再开 还可以再裁 都没有损及他的权益啊 因为以前的管理的 强度太低太低了 所以基本上 这50个展研中的 依照现在你们提出来 投影的这个资料显示 要给他们5年的特色条款 那也是准薄之后 往后延伸5年的特色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50个 已经在申请当中的 明年起 陆陆续续要申请展现的 是马上就要 是有这个智商同益权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三个层次 这样的逻辑通吗 并不是讲说 这样子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不是这50个 你就马上要适用 如果你是这50个 可以宽限5年 这样的比例 这样的处分 行政处分 这样的立法和修法 是合适的吗 那更何况是 已经展研通过了 是通通都不用 那等20年以后了 在法律上 雅尼他也可以等20年以后 不要讲雅尼 某一个展现通过的 也是20年以后 所以这是三个层次 那我们修法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司法院来表示意见说 在审理当中 而且你们要对 矿业法 我先跟司法院 这个沟通 矿业法里面讲到说 称景展现 尚未为准薄 他的矿业权还在 采矿权也在 准薄之后 往后延伸5年 往后延伸5年 给你特许5年免资商同益 之后再审议 然后再去行使 资商同益权 那跟明年 你不是这50个案 明年恶务法律通过以后 马上 然后就 马上通过 然后你去申请展现 就要马上做 这样的比例原则 适当吗 可不可以请司法院 表示一下意见 司法院有来吗 还没有来 法务部 没有不是法务部 我们修法 不用请司法院的人来吗 我们不是都要 今天请的是法务 没有没有我们司法院有时候 都会我们以前审法 不是那个 李永远今天是请法务部来 你们没有请司法院 第一个 那我们立法院的法治局 有没有人 立法院的法治局 可以来表示意见 好 那个法治局的来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看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法务部人在哪里 你要不要先说一下 法务部先讲好了 我都听你们两个人 两兆都讲 报告主席 还有各位委员 大家好 那那个 行政法上的那个比例原则 原则上当然都是指的 就是说 所采取的行政措施 与它的目的 必须要有相当的关联性 而且必须要那个 所造成的损害 低于这个所必须要的 那个公益 那所以说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说 怎么样的行为 怎么样的行政措施行为 能够符合这个比例原则 我想 也必须要考虑到 像大法官解释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就是说 要在实际上落实到 个别的这个行政作为上来讲 它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会尊重这个 这个主管机关 以及大院委员的这个决定 因为这个是落实在 各案的这个操作 那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尊重 主管机关跟委员的决定 这个打高扣 这个有讲等于没有讲 我们现在就是立法委员 这立法在讲说 审议当中的还未为准薄的 所以我要给它五年特赦 那今年如果通过修法 明年来申请的就马上不能特赦 马上没有五年条款 马上就要 就要那个 为什么现在申请当中 有五年条款 那明年申请的就没有五年条款 在法理上这样的设计 妥不妥当啊 应该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啦 请老报告委员 其实因为在我听起来 我是觉得说这两者之间 应该不是牵涉到比例原则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政策目的的问题 因为听起来的话 感觉上它并不是说 有所谓大炮打小鸟的 是违反比例原则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 所要达成的这个行政目的是什么 政策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两者的那个操作方法 会达成不同的那个行政效果 那个人的浅见啊 是认为说这两种方式 其实应该不是 有明显的违反到比例原则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 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才能够达到说 大家所希望达成的行政目的而已 那我们的行政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说现在申请中的 跟明年就修法通过的 未来的每一个申请的展现案 我们区分成五年条款 跟没有给他五年条款 那他的行政目的是什么 各位同仁我这样好不好 因为这个早上已经一个小时 现在又加了一个小时 这样先保留 我们先往后走好不好 主席这个就是争议就在这里 我们不是委员会中心主义 我们就要把争点厘清啊 现在要把争点厘清的时候 你就说时间啊讨论很久 当然要厘清争点 他绝对不是马上就能厘清的嘛 所以当然时间要讨论 当然要讨论很久啊 我个人的态度我早上已经讲了 我是希望能够高度 严格的管理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当的 或者是大家有共识的内容 恐怕今天不可能达到 因为我听到现在 听了快两个小时 这个大概达不到 所以刚刚王智长讲的那个 那个附带决议的部分 也不可能接受了 以我听 这个我是这样建议 这个花一点时间 大家共同表示一下意见 就是说我实在搞不清楚 为什么经济部对于 在原住民地区的矿场 那我们要求原住民资商同意 已经何准展延的 那要再进行一次资商同意 会有什么困难 那这个部分是 王智长这边还没有 还没讲的 有什么困难吗 因为这在我们的部落周边 原住民的保留地 开矿的很多 也造成一些什么纠纷 部落去反弹的 这些矿场在那边开发 那这个部分呢 我是希望经济部能够讲清楚 到底困难在哪里 第二个 政业裁委员他有提到 在第30条修正条文 我们的原住民族 这个基本法 已经讲过了 就在原住民地区采矿 进行什么开发的行为 必须要经过部落的资商同意 那是在基本法的第21条 那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 什么时候通过的 民国94年的2月5号 那也就是说原住民族基本法 94年2月5号以后的 我们可以要求经济部 你所主席的这些矿场 要建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以政委员的版本是 94年2月5号以后 要照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来走 那事实上你现在根本就是忽视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你们自己矿物局就给他展现同意 那不管有没有在原住民地区采矿 你们都忽略了21条那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要求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1条既然有这样规定 94年2月5号以后的 过去 你们都没有 你们都不知道 在原住民族地区进行开发行为 必须要经过原住民的资商跟同意 第21条已经明言规定 94年2月5号通过的 你们都没有去遵守啊 根本的解决是在这里嘛 所以我认为啦 这个刚才经济部写的这5年这个 我不接受 那我觉得还是依法照原住民族基本法来走嘛 但是孔委员 你之前就是说行政院的版本 不用取得原住民同意的你都接受了 他这个是5年之后一定要行使资商同意权 你不能接受 我这边有第43条资商的 这边有一个第4款的 你刚才就是 你是没有看到我这个第43这个小本的 不是啊你48条你刚才就表示 是支持行政院版本啊 后来我后面还有这个第43条资商 你一下子说不用取得同意的那一条你要接受 那现在对5年之后 他是说5年特色 但5年以后一定要资商同意的 你不能接受 但他完全不用取得同意的你都接受了 所以我一直逻辑上要搞清楚一下 我个人的基本态度我认为 每个都需要资商 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资商 那 当然啦 因为法律既然已经通过了 他们就不需要资商 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所以我说当大家的意见都还很分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暂时停一下 我们先审其他的条文 各个内容 好 我有支持主席的说法 本来就是 不管是每一个程序的阶段 都要进行资商 然后呢 原基法在2005年通过的时候 本应该在三年内就要处理了 现在是其他的不会不尊重原基法的问题 再来一件事情 既然都已经有原基法21条 那么你现在处理展言展现 当然就要进行资商同意 然后过去的也要 所以这跟这个塑及既往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再来就是说第34条 也讲过了 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就像是旷业法 其实依照34条 也可以依主管机关做解释来试用 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能够强化 在这个旷业法里面 把21条原基法21条入法 但不代表这个法律没有定 知情同意的部分 就代表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部不需要遵守原基法21条 然后这一些的矿权业者 也不需要遵守21条 原基法21条 因为我们会一直卡着 所以我才建议这条先暂行保留 我们 我个人的立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就不再诉说 48跟43之3还有49 因为都是相关原住民基本法的 基本的行政态度 这是一个态度 如果你尊重这个原基法早就该执行 而不是偷到今天 我们还在在旷业法里面来寻求时间表 不应该是这样 对啊 我要不要跟大家再回忆一下原基法 这个34条里面的条文的规定 原基法34条 主管机关依于本法事情后三年内 依本法之原则修正制定或废止相关法令 所以其实 矿业法当时也应该要在三年内 一起去修正 那你如果没有修正的话 前向法令制定 修正或废止前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依本法之原则解释适用之 其实 最主要的 还是要看我们的各部会 懂不懂得尊重原住民族 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 原住民人权 原住民族人权 不是说你不能塑及既往 就可以这样子去剥夺的 这是人权 那个延民会的态度 你们都是同一个行政的这个同事 所以你应该要在原住民的立场上 距离力争 如果刚才早上所讲的 就是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也都表达 我们延民会 这个依法的一些立场 我们都是 不管是 展延这个修法以后 修法以前 都需要这个部落同意了 但是因为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过去有一些政策的决定 那我今天听了很多 其实大家也都是朝向这个支持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发展 那早上高路委员有提到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塑及既往 这个原转会 促转会 或者是党场会 其实都是塑及既往 就是要追逐过去 那我们过去威权时期 所做的这种特许 宽权的决定 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过 他不用外原住民 他根本不承认原住民的 这个土地权利 所以因为那是威权 今天我们要转型就是这个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不管是这个宽权也好 或者是水库 或者是核飞料 或者是甚至比较正义性 没有很大的这个国家公园 封管处 那么这些 这个都应该要 都是那个时代 就是没有尊重原住民的土地权 就延及法属规定的这些权利 然后就进行设置 这个对原住民呢 产生在整个生存的空间 还有文化发展的 纯细的问题 这也就是前年我们总统 向原住民道歉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道歉之后 设了这个总统府的专系 原转会 他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站在这样的一个观点 和精神上 那我认为这个案子 就以杨尼来讲 他不纯粹只是 宽权的这个核定而已 他其实有很高度的一个 就是说对于 国家对于原住民的一个 在政策上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概念 那早上也是有听到 就是都在纯粹就是权力 或者是面积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的一个旧权力的一个延展 可是就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这些都有变化 就是说他对自然环境 他对地质或地形 他的地貌 他的水文 他的整个景观 那么这些自然生态 动植物的栖地 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这个已经没有 不是说没有变 他变化太大了 那我们都很少讲这个 环境里面的自然环境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环境 我们口温委员提到 这个处理很多的 这个像尘埃 像落石这种安全上的一些 我要讲就是说 他根本权力 过去没有被承认 他也没有 他就是等于是 强迫我们原住民 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也没有适度的回馈 或者是补偿 所以这个就是 转型正义的一个主题 所以今天原转会 要去处理这个部分 它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既然我们整个政策 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 那原民会是非常希望能够 这个更尊重 更能够依照我们原基法的这个精神 来建行这个资产统一 这是还是消极的 这个积极的就是说 像以亚尼这个案子 它是在原住民太鲁阁族区 如果积极的话 就是应该要建立 跟太鲁阁一个共管机制 那这个共管机制 这个不是首创的 在林务局很多的地方 也都跟原住民有一个共管机制 甚至国家公园 还有封管处 它都有共管机制 这个我们政府过去 已经都在做 那我想这个 矿区的开采 我们目前只是消极的同意 矿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参与管理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原来已经变成120公尺 原来那个已经变成 山变成一个水池 或者是整个等等这些 我们完全 因为我们被禁止进入 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管理 其实可是积极来讲 我是觉得应该要 比照其他我们政府部门 应该要发展出 建立一个矿区的一个共管 在这个共管机制里面 我们来讨论 就是说管理 共同的管理 还有其他的像利益 或者是就业 利益的分享 这些它有一个制度化 而不是纯粹是个人的 被邀请被加入 我觉得是尊重原住民的主权 这里有很多提到这个同意 早上有提到说 私有土地所有人的同意 那是个人同意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 比较是集体的 部落跟民主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正在发展 正在学习 但是我觉得 今天我们讲这个传统领域 要归还给太陆阁 那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主权 是一个集体权利 那么他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层次上 可以跟我们政府 可以建构一个比较 就是说对等的一个 而不是不对等 就对等 就是说每次开会 他可以受邀 我们今天开采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们这个做的措施好坏 都可以当场随时在任何时候 我们原住民的族人代表 都可以去参与了解 然后给出部落族人的意见 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 比较积极的一个办法 今天同意刚刚提到 我觉得这个原基法21条 它并没有法律的效力 确实就算我同意又怎么样 不同意又怎么样 但是他没有法律的效力 就是说他没有禁止 他没有禁止说 对 所以 对 我的法律效率是这样 就是说 所以要在旷业法这边 刚刚您提到的 那个废纸的那个条件 就是把这个精神纳入 就是说 未经不如同意者 就要废纸 或者是要 要停止他的权利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 那原基法这个部分 未来我们可能适度的 再进行再修法 这个部分 以上 郑天才委员先举手的 还是要 让经济部 还有矿物集 能够了解整个事实 这个 这些矿业用地 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而这些原住民保留地 都是原住民祖先留下来土地 而且原住民已经 已经 已经 已经有这个 他向权利 当然 他取得他向权利是 法律 法律 不平等的一个结果 本来他 这个祖先的土地 国家的法律说 你只能 有他向权利 早期是十年了 这些土地都是十年 十年之后 才可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 所有钱 在还没有取得保留地 所有钱之前 按照一般的土地 我先讲一般里面的土地 汉人的土地 都是直接取得所有钱 但是原住民的土地 法律特别规定 你只能取得他向权利 十年之后 才可以取得所有钱 这个整个历史的事实是这样 土地的事实是这样 而在还在 还没有取得所有钱之前 因为矿业 矿业前者要申请矿业用地 所以 这个国家 就要求原住民 抛弃他的 他向权利 因为他并没有所有钱 所以只有地上物的补偿啊 明明是他的土地 国家 只要 国家的法律 让他只有他向权利 只有跟做钱 只有地上钱 然后又要求他放弃 他的他向权利 如果国家的法律 不是这样规定 他是拥有所有钱啊 他拥有所有钱的话 是矿业前者 要跟原住民乘租啊 然后他每个月可以说租金啊 现在不是这样啊 这个租金啊 是缴给 乡公所 乡公所并没有用在 第一个 并没有用在 并没有给这个 并没有给 这个 所有钱人哦 并没有给土地的 所有人哦 也没有给部落 他是整个乡在运用 整个乡在用 所以他是一个 一开始的事实啊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现在谈转型正义 谈得那么 总统府还 还成立了一个原转会 如果连这一点 都不处理的话 对不对 好 现在谈到这个 研机法21条 我们先谈研机法21条 他是2005年就三度通过 当然那时候 2005年之后的 矿业前的展现案 或者新申请的案 当然就要依 研机法21条 做部落的智商同意 现在要立法 纳入到法律 却不纳入 却不受急剂哦 何况 研机法34条第二项 本来就可以解释 你经济部如果有诚意 就可以解释 所有的案 研机法 2005年 公布施行之后 的展现案 和申请案 过去没有办 现在都应该要办 其实都可以做解释 不入法都可以 都可以做解释 现在我们要求入法 却要跟环平法不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公平 另外原住民族基本法 20条 第一项是怎么规定的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 及自然之眼的潜力 其实这些矿啊 宪法当然说是国家所有了 矿 但是研机法20条说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 自然之眼的潜力 就是土地之下 原住民保有地之下的 这些自然之眼 政府应该承认 既然承认就应该怎么样 就要共享 共管 这个逻辑应该是要这样子 现在经济部啊 你真的要 不要再去考虑到行政院版本 然后考虑到这个政务员 因为他政务员一不来嘛 一不来这边参与审查 所以你经济部就要 从这样的一个事实 以及法律的一个实际的规定 来去把这个该入法的 该修法的 该授极既往的 就应该授极既往 以上 好 高乐一用 好 OK 我觉得 我在这边也是支持汪副主委 汪副主委还是我们心目中 很熟悉的汪老师汪教授 一向都有学者的良心 那我想他刚刚所提出来 我也觉得就是 副主委真的有原住民的脑袋 因为在原基法20条 21条 22条 都提到的就是跟我们 自然资源权有关的 这些法条 跟权益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 不管是20条政府承认 原住民族的自然资源权 跟21条你必须要经过 原住民族的同意到22条 即便 矿权 是被定成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财产 但是22条有共管的机制 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 但是呢 刚刚 副主委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21条没有法律的效果 不好意思 有法律的效果 因为法律本来 就是这个举亲民众 就是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能 在上面写的没有那么明确 因为它就是一个通用的法律 但是呢 其实它里面有文艺解释 也有体系解释 因此呢 你不同意 当然就不能去核准 只是上面没有罚则 就像我刚讲的 当然就是不能核准 那我相信王次长 你自己是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 也在很多的 很多的大学有教授 这个法律相关的课程 我们在大学法律系 一年级的时候 一定会学法学序论 你也很清楚 体系解释是什么 所以不要再跟大家讲 什么塑及既往的问题 不用再跟大家讲 塑及既往的问题 那我希望就是说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委员 跟原民会 都抱着一致的立场 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权 本来就要全盘的 再拿出来 再进行一次 不然的话 那过去 我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 然后土地被剥夺 也没有经过同意 就拿去开矿 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你不能拿雅宁说 他主动去知情同意 其实这个都是假的 因为他如果部落不同意 你经济部会撤回他们的展现案吗 不会吗 那你如果真的要有大刀阔斧的决心 麻烦 就在这边直接定下去 不要再用什么塑及既往来推脱 更何况 既然环凭可以塑及既往 原住民族的权利 为什么不能塑及既往 在国际上 原住民的权利 跟环境的权利 如果有冲突 这两个权利都叫做第三代人权 在国际上 这样的权利 如果比较之下 还是原住民权利是优先的 是优先的 那为什么环凭可以 原住民的知情同意就不可以 这个的处理 这样子 请各位同仁 看看表示一下意见 我们把这个先保留 先保留 我个人比较倾向支持 支持高律佣跟林淑芬的合并 看看我们 能不能请相关的同仁 整理看看 在最后的十分钟的时候 我们来处理 坚定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剩下我们几个 在要决定这个案 当然出去以后 还是会有朝野协商 还是有一个院会 在那边等着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态度 必须要出来 相关的同仁 各个办公室 适者帮我们来研议 这个部分 我们就程序上而言 这个保留一下 这个保留一下 因为会讲不完 保留一下 那个 空委员 你们有提案的委员的方式 我们有提案的 有发言的怎么处理 哪个部分 我43条资商也有 还有我刚才发言很多 那就全部整理一次 但是现在的主轴已经很清楚 我们就是要求 现在我是问经济部 你们的考虑是在哪里 为什么对原住民资商同意 你们有什么故技是 我还没听清楚 他们也没回答 那你说你同意 你同意高路 又跟林淑芬的 我刚才发言那么多 我也有版本在这里 我有43条是3 你不要一直讲那个 我43条是3 但是你都提案 删除林淑芬版本啊 所以我才会耿耿于怀啊 你第51条也是删除林淑芬版本 你都在除我的 我当然要为我的辩护 林淑芬的 好啦 请市长来说明一下 就在这里做医者分明 我们请 所以我说不要再一直讲下去 讲不完了 我们请市长再一次的表示 太多了 那个第一个 关于原基法21条的 那个智商同意 那 确实我们21条的文字 是非常非常的简要 那 对于那个效果是什么 坦白讲是 比较看不出来 那这个在修法定了之后 那其实相关的 不要说法律效果啦 那个程序应该怎么进行 其实也是一直到 105年左右 这个相关的程序才 陆陆续续比较完整 那我举一个例子喔 就是说 我们在南澳乡有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智商同意 但是就碰到一个困难点 也就是说 第一个他的部落会议呢 组不起来 他连组一个部落会议喔 都非常有困难 那按照那个 原民会相关的办法呢 在部落会议没有成立之前呢 相公所可以代委召开 但是呢 那个案子相公所也不愿意 那所以原民会呢 就也跳下来协调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其实就是卡在这边 那我想再一次跟委员说明 就是说 对于部落怎么去行使这个 相关的这个程序 要怎么做等等喔 其实都是在边走边学啦 边走边学 那执行起来 其实也都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那这件事情 其实 不是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在国际上喔 有定这个条文的喔 那怎么样去做智商同意 有的国家 也是 其实 这个相关的程序呢 也是有点模糊 那执行起来 也是会有 不清楚的地方 那因为你没有同意 法律效果 如果是一个很强 你在相关的这个程序 你就其实要清楚 那在这样的一个 程序上 不容易清楚了之下呢 呃 我们就 在矿业法 同意来这样 镇定了之下 其实 大家要去 帮忙思考说 怎么样做事 其实对原住民 他可以接受 然后对 这样既有存在的 也是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个 其实 大家 朝这个方向 然后让这个 智商同意 慢慢慢慢的 让他建立起来 那这个 我们也到时候 会请原民会来协助 让这个部落呢 能够 能够知道说 他怎么样来行使全力 我想这样是一个 一个比较 稳当 但是其实是可以慢慢做 那我觉得 矿业法 已经增加了非常多 这样的一个 条文规定 并没有说 矿业法 没有尊重 其实这样的一个 规定 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五年 并不是法律去定一个五年 而是 我们经济部 自主承诺说 即将过往 已经申请中 其实都在我们手上 我们都已经没有给人家处理的那些案子 我们按照法律上 现在赶快给他过了之后 他其实很快 他就会面临到要智商同意 然后在现在已经有的矿 其实这样子运作了 其实是一个比较Smooth的一个方式 我想这个经济部 行政院拿了这个版本 其实已经很多很多 纳进这个部分 那个程序执行起来 其实都很细腻 非常多的要执行 恐怕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去做 那我们是觉得慢慢来 我们又一个一个好好的去把它执行完毕 可以做成好的典范 那这个反而是有助于 那个原住民部落可以怎么样来行使 这个矿业权的智商同意 我简单做一个说明 我们是不是就定 最高原则就是要书籍既往 但是怎么处理那个过程 我们可以讨论 我先请汪副主委长 你后再请郑天塞委员 然后告诉议员 好 主席 各位委员 因为我很同意刚刚王次郎所讲的 我们其实在部落智商同意这个部分 其实正在学习了 因为我们通过是前年105年的1月 那 不对 其实那是 那个是后来修法之后 受前定办法 民国95年就一定有部落会议的 这个智商同意的那个要点 那个是当时21条 有修正之后才有智商同意 但是大家如果还记得 那时候政天才委员是副主委 2005年通过的时候 六委员也在也是 也是立委 那时候主委是瓦利斯贝林 他在2005年之后 就修法通过之后呢 就已经办在各地办部落会议 这个已经是行政程序的概念了 王次长你刚刚所提到说 因为法律效果不明确 所以要在程序上 要弄得更清楚 不好意思这个里面就已经有程序了 其实法律有了 是你们行政院睡10年好吗 我还要继续 这个抱歉我刚刚的这个认知是有错误了 刚刚这个幕僚提供比较正确实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通过之后 其实一直都没有在践行这样的一个办法了 那么在前年才开始 就有一些我们协助办理 这个必要的一个部落统一的程序 所以这个经验是只有几次而已 所以像有些部落在进行的时候 因为对办法的不熟悉 所以那些会议最后并没有有效 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办法确实来落实 所以这个部分我确实觉得 我自己本身也要还要学习了 那但是就这个部分 我看这个经济部网上并没有说 这个进行部落这样的东西 除了说可能会比较 这个程序上会比较麻烦以外 好像并没有说要说这个其他的这个 好像必须要反对的这个原因 那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件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我们会 我们现在正在修改这个办法的内容 那么另外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养尼呢 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 就是协助我们经济部呢 能够把这个布鲁章同意的这个 所有的程序都能够更顺利 更简单去召开 如果经济部需要我们的话 我想这是做这个表达 郑委员 严住民族基本法规定的非常明确 赤长不能因为任何的理由 好来去作为这个这次宽业法的修正 然后说布鲁法的理由了 这个蔡总统为什么要向严住民族道歉 其中一点就是他说我们有非常进步的 原住民族基本法 赤长这是蔡总统说的 我们有非常进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但是补片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所以他要向原住民族道歉 王赤长你还在 蔡总统已经道歉了 你还在那边说刚才对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不是 这是错误啊 这是不对的 你是公然跟蔡总统 对不对 你公然在承认他说普遍政府不重视 他要道歉 那你是认为他道歉错的 所以不应该这样子 这个部落会议 其实很多部落都有办理了 这个部落会议的十四要点 也已经定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在瓦利斯贝林当主委的时候 就是延期法通过之后就定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没有经验了 有时候 有时候消极的 留会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对这个 对这样的一个 智商同意前的一个 消极的抵制 是 你怎么可以把他当成说 要召开部落会议很困难 不能把他认为这是很困难的 这个也是一种 諮商 同意前的一个 另外一种抵制的方式之一 对不对 最后一次 康委员 最后一次 我就要决定怎么走 我看赵伟一直要把这个 先早点 再调文 讨论太久了 这个刚才政委员谈的 蔡英文总统 跟那个原住民道歉 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机关 都把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当成是一张废纸嘛 那像经济部你今天的发言 就是还是一样啊 还是藐视 颜民会的这个上方保健 原住民的上方保健 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我刚才还是没有听出来 那赤长为什么 对原住民地区的矿场 我们要求的更明确一点 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94年2月1号以后的 但是有很多矿场 说实在还在更早以前 还在更早以前 所以这个赤长你就不要讲 说是因为向阳部落搞了好几年 全国只有这么一个案例 在向阳矿场 那个是立道 台东县海端乡的立道村 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说这个很难去实行 事实上原民会在 105年1月4号的时候 根据他10年的一个经验 召开部落会议的经验 他们已经定了一个叫 资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参与办法 这个是研究法 法力授钱来定定的办法 给我们原住民部落 一个准迫的潜力啦 准迫的潜力 你在我这个部落 好比说雅尼矿场 在那个护士村 秀林乡的护士村 那我们护士村都没有参与的 这样一个权利 还有落实 还有什么 回馈刚才政委员讲的 回馈我是最有意见啦 有没有回馈到部落族人 回馈到哪里呢 给县政府跟乡公所 到时候乡长就把这个回馈 当成资言选举的时候就分配了 我是饱受其害啦 所以回馈的部分 我们还要再另外讨论 所以我在这边是说 因为据我了解 蔡总统也是很重视 所以她希望能够 产业界 还有环保团体 还有部落 能够三方取得协调 要不然的话蔡英文总统 她也不会讲说 这个派经济部的部长 出展会的委员 能够去实力去了解一下 当地怎么样取得 产业界 环保 部落权益的 三方的都能够兼顾 如果要我再讲坦白一点的话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是在帮产业界讲话 帮产业界讲话 那我们今天要审 这个快业法 不是只有针对雅尼啦 拜托 雅尼的话 我们可以三方会谈的进度来谈 专案处理 包括他的部落安全 包括他的回馈金 包括他的产业 包括环保团体的诉求 三方会谈 我们文州省矿业法 是针对全国性的矿产之言 所以我一直是着眼在 南澳湘的小矿厂 那边90多个矿 全国最多矿厂就是宜兰县南澳湘嘛 那大家都是针对雅尼这边来提这个问题 那没关系 因为那个有三方会谈 那刚才早上次长也讲了 雅尼对于原住民资商同意权 他也同意啊 原住民资商同意他也同意啊 那为什么经济部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资商同意 连雅尼都同意做资商同意了 那经济部为什么不行 这个理由在哪里 你是因为考虑到南澳湘很多92个矿厂 那些小矿厂的权利吗 那些小矿厂都有问题啊 所以我实在是始终是听不懂 这个经济部这边你们的考虑是在哪里 为什么不能给我们 原住民地区开采的矿厂 对原住民也没有回馈 然后分配资言不公平 留意政治融入在那边权力的滥用 资言的滥用 我饱受其害啊 那个乡长都都这个 怎么滥用这个资言 那部落族人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回馈 那这个部分 哎呀这问题很多 那个各位同仁啊 现在就是我们五个 六个对不起有没有 我们就是要立法 我们请行政单位来发表 只是听听他们的意见 跟将来执行的 可能涉及的相关 刚格之处了 那我现在要再一次的前提 我们既然是立法院 我们就是要定一个可长可久的 一个法案不针对任何一个个案 不针对 那针对这些针对性的 各个个别的这个厂家呢 或者是业者 由行政单位依据我们新的所立的法 来去处理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立法委员的 那个基本的态度 所以现在我们六个必须要做决定 刚才我有建议 我有建议说 我们六个的助理 是不是很快的把我们六个的提案整理一下 待会儿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前 我们来谈谈看能不能谈成 我们要立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要保留也是一个程序 所以我刚才跟政委员讲 政委员是不是您法律人 来来试着整理看看 我们就往后走了 不要再一直来来回回的讲 我都快要背起来你们要讲的话了 还是说就是按照就是说 比如说高路委员委员的修正动议 通过这样子 现在全部 全部 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好不好 好 43条 43条 我就提一个建议好不好 43条之后 行政委员版的第一项不要 把那个政委员版的 第三十条的修正动议的第二项 把它列为 43条之二的第一项 就是政委 政天才委员这边讲的 这个 第三十条修正条文的第二项 列为43条 行政院版 43条之二的第一项 我也可以提这个建议啊 还有我自己本身 43条之三的 这个增加的这个第四款 这个也没有经过43条之二规定 因为43条之三跟43条之二是联动的 为依第43条之二规定办理 并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这个也作为增加的第四款 主管机关应废止 矿业用地的核定 好 我也比这一项啊 OK 等于是一个建议嘛 好 对 那个请医师人员试着整理看看 我们这个保留 我们先进行第51条 好 好 我们现在看51条 第51条 在这个当中有 有 有林淑芬委员的 萧美琴委员的 有美女委员的 还有陈明文的这个修正 请各位表达 呃 主席 我先说明齁 呃 呃 就是说我们都说 这个现有既有的 矿业法里面 有霸王条款齁 那其中一个条款 就是雅尼的这个所谓的 呃 私人土地所有权 不需取得同意 就静置在这个所有权 他的土地上面哦 所有人的土地所有人的土地上面 直接开矿 甚至一开60年 哦 这是霸王条款之一 那霸王条款之二 那霸王条款之二 就现在我们45条 既有的法律 讲的就是说 不只是在你土地上挖矿 包括说 在你的土地上埋设或架设管线 所到设施 也不需要取得你的同意 然后我提存了以后 我就直接使用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 呃这个 这样的设施 对土地所有权人的财产权 甚至 甚至有时候是对 呃这个生命身体的安全 影响甚至哦 呃 所以这样条文很明显的是 着重在这个 呃 旷业权责的权益保护 好 忽视了土地所有权人或利害关系人权利 那也忽略了所谓的经济发展 哦 呃以外的其他价值的横平 好 那这个 这样的条文哦 欠缺公益性 而且手段 好 也不符合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 所以我们希望修正 那这样的修正呢 在大法官释 释县里面哦 释字第77号里面有讲 哦 他这个是因为指南公上面开高速公路 那影响了他的那个土地的使用 就有一些限制的发展 那他们就讲说啊 你 那你要不要征收我的土地啊 否则我这土地也不能用了 哦 那这个大法官释字第77号的 他的状况就是说 人民的财产权应该要给予保障 这个宪法第15条有讲吗 那需用土地人因侵办土地征收条例 第三条规定的失业 穿越私有土地的上空或地下 导致逾越了所有权人的社会责任 所应忍受的范围以外 形成个人的特别牺牲哦 那这个 而不征收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征收地上权者 土地所有权人得以請求虚用土地人向主管机关申请征收地上权 OK 好这个是讲这个政府的作为 但如果基于公共利益所新办的立业 你都觉得说他的地上权是必须要征得人家同意 如果不能的话你就要协议架构 如果不能协议架构的话要征收 那更何况我们讲说这个矿业权的业者 他是一个私人的那个利益 一个盈利的行为 公私经营的盈利行为 或许你也可以说 那某部分也是有所谓的公益属性 水泥也是大家要用 如果硬要这样讲我们也可以承认 但是我们希望啊 他这个所谓的 在没有取得土地地上 地面上的使用权以前 我们不能够直接禁制使用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明定了 旷野权者要跟 你要用人家的地下或是上空 你要跟土地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 你要协议要调除 那要大家讲要架构或是租用 那等等 那你这样子都不成的时候 你依民事诉讼去确定 是否可以使用他人的土地 然后就明定旷野权业者 为取得土地使用权钱 使用权不能够使用他人的土地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旷野法旧的里面 现有的既有的霸王条款 里面的这个两个款项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那我们希望反对 我们要求你要征得这个土地 所有权人的同意 才可以使用人家的土地 不管是地上的地下的 这样的条款 我也希望孔文集委员不要给我们删除 没有道理 你用你家的土地 然后不需要取得你同意 直接提存一笔钱在你的银行 随便你要不要 不要的话拉倒 我就直接要用你的高空 我要用你的地上买管线 这没有道理嘛 这样子没有道理 所以孔委员 你我们主张这样子 你不能删除 我 我有签名 但是你提了一个修正动议 删除我的版本 你会提51条 那我重提了一个修正动议 好我现在乐意判到孔委员 我们重提的这个修正动议 他有同意我们 那你要撤回你的修正 之前的修正动议 另外讲完 请那个有没有你 就您的提案的这个内容 有没有要再强化 或者是要争取大家的认同的 接下来那个陈明 然后孔子委 因为这里面也一样 就是说因为在过去的 其实就是说很多的 有些的土地 他根本没有经过这个 所有全人的同意 或者说经过他的高空架设 那现在这里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希望 既然是一个新的法律的话 那是不是也应该要 就是说先经过这些的协议 或是调处 那如果不行的话 他有侵害到他的权利 那当然就是可以 依照民事诉讼的方式去处理 那在这个之前 那就是不能够去使用这样 所以你们两个差不多了 差不多对 那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请那个孔委员 您的修正动议 这个我是支持林淑峰委员的 这个第51条的修正动议 我这边都有签名了嘛 那林淑峰委员是一直 所以因为这个版本 这个是之前的 他现在提了修正动议 这个我支持 所以我才 好 好 林淑峰啊 OK 那个经济部 我说明一下 这一条其实 就像刚才委员讲的 他其实不是矿业用地本身 而是就是经过啦 然后他可能需要埋涉 这些高架管线所到等等的 但是坦白讲 这一条在过往同人的记忆里面 是属于矿业犬的 其实才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 但是他会试用比较长 可能会遇到反而是我们这些 石油矿 天然气矿 反而是这一些 目前大概就是中油 在做的这些东西 因为他可能那些东西 那个气啊 跟要管线可能会拉的比较远 那但是就是说 在过往 那个中油这些呢 也其实都没有发生过争议啦 也就是说 中油也都有给予相当的补偿等等的 那所以这一条的条文 在过往的试用上 倒是没有发生太过的正义啦 那委员的意见就是说 提民事诉讼 这个体系上 恐怕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因为 假设要提起民事诉讼 假设是那个邝爱权人 那他的权力依据是什么 恐怕会 会比较 会 会有问题 他是得嘛 得嘛 不是 但是你得 就是说 在控制法告诉他可以提民事诉讼 但他的那个 请求的那个依据啊 呃 我们反而是会觉得依据上 会 比较 怪啦 就是说 你可以请双方主管就要来调除 我想这个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可以进一步提民事诉讼 那素因素的请求上 可能会比较 会比较怪这样子 所以 你建议怎么修 诶 市长 诶 市长 诶 我们是建议说 目前的 呃 原来的条文嘛 因为这个本来是没有修嘛 那原来条文之外 那看 呃 就是说 土地圈如果 没有办法达成协议要不要调除 我们试看看 呃 文字要不要加啦 这个部分 那我们 想一想 这个文字要加在哪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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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长 各位委员 就是说我们希望 因为你讲的是架设 大概是石油矿和天然气 那事实上 因为现在很多的相关的法规 在这方面的安全 在公共安全上的把关也加剧了 事实上你石油矿天然气 不只是需要取得土地所有权能同意 甚至还要这个 广告周知的去去公告给大家都知道说 这一个地区买有多少的管线 事实上 呃 法律是去严格的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是你 你取得所有权人使用的同意权以外 那如果你 你都不协议 不协议或者是不接受调储 双方也可以主管单位出来帮忙调储 但也不接受调储的时候 你当然是必须要透过司法途径去 去询问说 到底他有没有禁制直接 就使用你家土地的这个权利啊 如果也不付钱 哪有协议 我甚至主张要架构 比如说要架构 你的那个石油矿 你的石油管线已经问我土地 我土地都不能用了 那以后可能有人是要申请架构的啊 那在这个大法官释字747里面是讲说 你当然要取得这个 需用土地人 当然要向主管机关申请征收 他说优先协议架构 如果不行的话当然要征收 这些公部门都这样子做了 那更何况是私部门 所以这只是一个程序上的规范 否则 我不同意啊你硬要 你难道要维持原状说 我提出你笔钱给你到法院 就算同意了 如果我们要维持原来 如果不修正这个东西 然后没有这个程序 去争端解决的这个机制的话 这个程序解决的机制的话 那就是直接提纯啊 直接提纯就是 我不需要取得你同意嘛 我直接用啦 那就跟现行法律规范是一样的啊 OK 好 呃 你们行政单位的意见 就是在那个第1 2 3 第3项这个部分 民事诉讼 可能引发其他的争议吗 不是啊 双方 双方都是民间单位啊 你是一个业者 我是一个个人 你要用我的土地 我不同意 那当然是民事诉讼 要不然难道是行政诉讼吗 不可能是行政诉讼嘛 这个文字要不要打在这里 可是 变成行政诉讼 可以吗 一定会去告啊 一定会告这个要写在这里嘛 不是 现在我们是要 立法修法的人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说 我们云不允许不经司法程序 就直接使用人家的土地 真点是在这里 我们要允许现行的 现行条文是说 我就给你相当的补偿 那我就提损法院 我们回去 我们请同仁看看能不能怎么做修正 好啊 你们再去想一下 这条保留 第52条 第52条 零食分先说 因为后面都差不多就尽量简短的来说 我依照零食分的调次 按照意识处处理的调次 第52条 旷业全责 都一样是吗 对对对 OK 好 那这个就 大家都同意就通过 第52条 维持第46条 原来的46条维持 好 第53条 也是一样吗 不一样 53条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是 买管线和高空架所到等等 那这一条是说 我没有同意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直接在我的土地上开矿 这个就是 大王条款最核心的争议 不一样 51条是讲 买管线或高空架所到 但这一条是说 你家的土地 我给你提存以后 我就直接用你的土地直接开矿了 你要不要同意 行政单位呢 是是 那这一条 现行的47条 其实行政院的版本 已经做了很大的修正了 那很大的修正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有正义的话 那么 你就是要取得他的 你要去跟他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 向主管机关调除 那另外就提到说 如果调除的时候 我们可以邀 相关的学者专家来办理 那如果调除不成 调除不成 除非 除非有因应国家紧急危难 或其他重大公益的时候 才可以给他 一次对价 然后来使用 除了这样之外 都不可以用啦 就是这一条已经 都把它 强制都限缩了 就是例外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涉及到说 万一这个水泥矿 真的有这个 国家的重大需要的时候 才可以用 否则就是不用了 那这个跟刚才俗论委员问的那个报王条款 其实整个逻辑都改了 那这个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修正啦 那至于后面的那个追以使用 要准用 关于整付 关于房灾 关于补偿等等 也都把它 明定进来了 然后由主管集团委托 不动产国家宣布 等等 这个这一条是做了很大的调整了 但是我们要问这里面 就是国家紧急危难 或其他影响重大公益的情势 所指涉的是什么东西 好 那国家紧急危难 其实在解释上是非常小的啦 这个在立法体系上 或者是参佐其他有的这个判决 国家紧急危难哦 我讲的比较难听 比如说 你整个被封锁了 你的水泥都没有办法进口了 等等 那其他重大公益情势就是说 你在比如说 发生重大的这个地震 临时需要非常多的水泥 没办法供应等等 就是说像这种很严重的情形 我觉得还是要留 那有没有办法定义 我意思是说国家紧急危难 看起来很清楚 比较明确 但是其他影响重大公益的情势 我们在这里 如果没有稍微的具体的讨论出一个 指涉的范围的话 那么它可大可小 不过因为前面是挂着国家紧急危难 在法律上 没有它是或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说前面是国家紧急危难 或其他公益 所以这个重大公益事件 不会是小的啦 也就是说 不是那到底是什么 稍微 你们可以稍微明定 这样的定义一下 我想我们可以 具体一点 应该说 我们举的例子 可以在立法说明 举例子啦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 有关于国家紧急危难 还有就是影响重大公益 其实情势 这个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所以它往往会因为说 你主管机关觉得这个叫做 优关这个重大公益 你就会变成为这些财团开后门 我就觉得这个条文根本就是后门条款 讲一句实在话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本来就要明定清楚 然后再来 我这边有一个修正动议 就是除了我们对于 就是矿权业者 为一协议条组或民事 确定判决取得土地使用权钱 不得使用他人之土地 我在这边再新增了第四跟第三跟 第四跟第五项 有关于 这个援助民族基本法的21条的知情同意 我认为 这一次小英总统指示的三方会谈 建立了我们第一次 把这个矿业权者 跟这个部落之间 援助民族之间 建立一个平台 三方会谈 磋商会议 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指示很好 一定要入法 所以呢 我在这边 加了第四跟第五项 就是在知情同意前 必须要有一个准备 要有一个准备程序 而准备程序前 应该要跟 这一个矿权业责 跟矿权实施范围 直接影响的关系部落 三方间会谈或磋商会议 这一个是主管机关 必须要去负起的责任 再来 准备程序 跟这个三方会谈或磋商会议 必须准用行政程序法 五十四条到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就是听证 准备程序 既然大家刚刚这么推崇 三方会谈 我们就把这个三方会谈入法 在知情同意前 必须要经过准备程序 准备程序前 还要有一个听证准备程序 再来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这个知情同意 国际上叫做FPIC 你应该在这个计划或是开发之前 就应该让原住民族在自由的状况下 没有被威胁 或是没有先射箭在画把 或是没有已经有既定目的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要很自由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对于事件的了解 再来才要进行知情同意 所以今天我们要建协议府 PIC 那我必须要把 刚刚小英总统这个指示很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抽商会议入法 请大家支持 我们都觉得很赞 那我们就把这些 这些的这个智商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制度化放在法条里面 应该是两件事 因为这一条其实是讲到 他用的土地 必须要征询私有土地 或者公有土地的权利人的同意 实在讲这个别 具体的那一块地的权利人的同意问题 那如果这个个别的权利人 他有正义的时候 怎么处理 这一条是在讲这个 那过往比较多 可能大家争议的是私有地 如果你取得私有地 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 那以前过往是有所谓的 提存地价的那个机制 那所以这一次就整个改了 那这个跟高路委员讲的那个 那个另外一个是 一般性的原则性 要不要去践行21条 应该是不一样 所以恐怕没有办法在这一条 去加21条的这个问题 我简单补充 有不一样吗 还是我们请那个 因为这里面是在增加这个 有关于这21条的部分 要进行一个听证准备程序 跟前面的一个智商会议 他是一对一 对啊你告诉我 权利人跟这个 需要用矿业地的那个人之间的问题 跟那个 一个要去征询部落同意的那个条文呢 是应该在刚才的那个42条之2 43条之2那个地方去 所以次长你同意 要把这个三方会谈 没有那三方 我们就把它入法 三方会谈 我现在讲的就是 刚刚次长也说了 知情同意已经有三方会谈嘛 那我觉得 在这个知情同意前 先会谈是一个 很好 的一个程序 那我们把这个程序制度化 直接在法律 这个部分 既然就是经济部 跟联雅尼跟业者都觉得 有这样的一个会谈 很赞 很好 都支持 那我们把这个定在法律里面 那我不管 是在47条 我觉得放在53条也OK 因为既然他这个是属于双方的 的对话 的协议 那放在这一条 增加四五项 第四第五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就原住民的 智商同意 它其实是存在 原住民部落 跟你需要去利用到 比如说这个 那个矿业法 矿业权的问题 它其实在 原住民基本法里面 没有所谓的三方会谈 那我们就那个 个案的三方会谈 是希望说 政府只是从堂去 协助等等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也不敢说 我们其实是 其中的一方当事人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我们只是 比较喜欢说把它通称三方会谈 那事实上应该其实是两方 让政府在旁边协调 对我这里面的条文 所以把这样的入法恐怕是不是很恰当的 不是啊 我这样的条文就是可以 就是主管机关责任嘛 也把刚刚 也把你们三月五所做的三方会谈 那我们现在要制度化了 那如果我现在要制度化了 要入法了 你市长居然就说 这个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协助 那你们是打假球吗 不是因为 因为未来 我看到 那个案子很多 对不对 一年有十几案 二十几案 三十几案 那基本上就是说 由权力人来跟部落来谈 那 请我们的中央原住民委员会来 来看看说 他有没有去践行这个程序 所以原住民委员会 他其实是来看 这个 矿业权能有没有去履行 这样的一个义务的问题啦 所以 原住民 他也不是三方不三方 他其实就来 没有我这边写三方先会谈 或是磋商会议嘛 我的意思是说 在国际上 政府的角色 本来也是像这样子 我们去协助 原住民部落 跟这个开发业者之间 进行这个智商同意 那既然就意思说 我们已经有开头了 我们在这个亚尼案 也做了这个三方会谈 那我们就把它制度化 直接入法 因为你们刚刚也一直提到说 你们很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所以 这个本来就是F PIC里面的进行充分的一个沟通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法律上面只有一个资商 资商同意的这个办法而已 那我们把这个前面的F 先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的知情 充分的了解这个案子的这个状况 把它也制度化 就直接定在矿业法里面 为什么要直接定在矿业法里面 因为 它对于原住民部落的生存 跟这个发展 还有他们的经济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呢 我认为就是因为不管这个第四 第五项 到底要定在哪一个条文 既然你们经济部都做了 晓恩总理也指示了 就把这个条文入法啦 主席 次长 各位委员 好 您也欢迎 我想啊 就这个行政院版的第47条 我如果照这个架构的 这个架构如果要审查的话 照这个条文的架构 我觉得要建立一种机制啦 就是说我们这里虽然是 没有所谓的霸王条款的文字了 但是我们允许国家为耐 或重大公益的时候 然后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提存 一定时间内直接使用别人 土地所有权人 土地不经他同意 那是因为重大公益嘛 而且限定时间嘛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滥用 所以比照土地征收的程序 土地在征收 为什么征收土地 要审查三个项目 那我觉得我们必须 建行这三种要件 第一个就是说 到底这个公益性存不存在 它真的是符合重大公益 而且是必要的 这个公益性 而且是必要的公益性 而且是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手段啦 我如果这个个案 不允许它强制提存了 那其他的全台湾的水泥 供应量都会受累了 真的会这样子吗 我们觉得要 要进行一个程序 就是要审议 审议它的公益性 还有必要性 还有它真的是必须非 同意它提存法院 直接强用 强征强用了吗 这要审议第一个 第二个要审议什么 那你的一定期间 你说国家紧急危难 那一定期间 只税的是半年一年 还是要给它五年十年 还是二十年 那所谓的一定期间的 合理性在哪里 我觉得要有一个机制 来处理这两道程序 那我们同意 经济部说 你总不能没有弹性吧 等一下被封锁了 等一下水泥的供应量不足了 怎么办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践行 希望有一个这个 重大公益的审议 和一定期间 适当与否的审议 否则的话 我们很担心 也很害怕 而且也可以证明 国家很容易 常常会流于 袒护业者的滥用 在条文里面 这个审议的机制 我也同意说 比如说 你是不是 要在一定期间以内审议完 或者是先核定 然后在事后 一个一定期间内补审议 审议通过就照你的核定 审议不通过 那当然就不通过 你的行政处分 就不能够确认 王次长 没有问题啦 因为其实我们绝对 不会去滥用啦 但是要留一个这个空间 那我们试着可能 如果这样可能要 要不要加写一项 我们来想想看那个文字啦 好 我是三条 一样 副主委 我这边 刚刚高路委员提到的 那个三方会讨 那个部分 我是 其实想要请教 因为对方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 我对于三方会讨 或者说商会 放在这个条文里面 我是 应该是支持 但是后面引用的 这个行政程序法 54到56条 这个似乎是 好像是听证会的 这个法源 那我们在 现在针对亚宁所做的 是比较是公听的 这个会议 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源的引用 会不会 会产生对于 这个 未来这个做 进行这个决策的时候 会有一些 偏离我们希望的一个方向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要请教 我们在座的立委 就是提醒了 我想准用 没有问题 因为我是想要统一行政程序的格式 我想 基本上 依照就是说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 知情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前面要充分的 让部落族人知道 所以呢 我觉得准备的程序 跟这个三方会讨 卓商会议呢 主要的就是要邀请专家学者 这些练习进行听证的程序 好 那这个是让他的程序 变得有制度化 当然 我更希望的就是说 今天我们知情统一的方式 应该是要按照部落 的这种传统惯息来进行 因为现场的那个 我325那时候看到的 三方会谈 其实也是由这个原转会指定 部落会议有几个人 然后这就会有几个人 几个人来参加 好 我希望的就是说 今天哦 知商 知商同意是按照 传统惯息来进行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 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进行的 就是怎么样让部落 能够充分的得知 这些讯息 所以因此我是准用 这一个行政程序法的 54条到第66条的 听证准备程序 高委员的行程 就是说 竟然让 就是说一个说明 让这个部落能够了解就对了 其实真的 因为我这样看 很多的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知情统一权 在进行的都是一个 武器不对的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准备程序 还有准备程序前的三方会谈跟出商会议 把它的这个程序制度化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对部落来说是一个好的保障 好 那个游美女员 这里 就是说 讲是说土地经过核定为矿业用地后 所以它的土地 它是已经经过核定为矿业用地 因此这里 指的是指现存的这些的状态 还是指未来的 因为如果说是未来的话 它应该原则上是要经过 要拿到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嘛 那如果是指过去的 那今天早上好像在讨论的是说 好像你们又不溯及既往 那如果这样我不晓得说 现在这一条的函设的范围到底是指什么 请市长 对啦 如果就私人土地 还有空间 那未来如果是那个是公有的土地 非常有可能在核定矿业用地的时候 如果不同意它就不会核定嘛 对不对 如果是新的矿业用地 对不对 不同意出租 对不同意出租 它就核定不了矿业用地了 如果是私人的土地 也是不会核定嘛 私人土地它也拿不到 对 它也是拿不到 但是过往以前发生的 发生的案例 比如说继承了啦 对我就私人继承了 发生了这个 老大同意老二不同意等等 发生这些纷争啦等等 这个条文确实是线缩很小 是核定了之后才又发生争议的 这个条文 核定以后才发生争议的 所以你这个是可以诉及试用 还是 应该没有问题 不是就后来才发生的现象 对 不是你核定了以后 那后来发生的 因为他也没有去申请 他也不是在展现 也不是在那个 那发生 那里面所谓的就是说 会发生这所谓的这个 国家紧急危难或影响重大公益 指的是什么 这个能不能比较具体的举例 对刚才要讲 这个部分因为刚刚资产已经说过 他们要带回去重整 内容要从这 没有我们会因为那个 林委员建议说 对于这一条的认定要有一个程序 我们试看看加一个那个程序 认定的这个 一个项 那至于国家紧急危难 刚才有讲 比如说 我们的那个 进口的水泥都被封住了 没办法进来 像这样的影响到整个 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困难等等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 临时发生了一个地震 那需要大量的这个水泥用量等等 那这个例子其实是 当时会写这样的条文 就是想到万一这种情形 还是要开一条路 那还是请经济部 就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怎么样在文字上 能够适当地把委员的疑虑 能够得以解决 所以我同意你们 再整理这个条文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 一样保留 好不好 第五十四条 还是林书芬委员第一个 如果没有在家的话 有没有女委员的 其他人如果不反對的話 就照我們的通過 尤美女委員請說明 我們剛剛有講到 官礦計畫這一種 還有水土保持 回復原狀 整副房災 官礦計畫就可能會牽扯到 失業的勞工的 這個輔導方案 要整副要防災 因為就是說現行的條文 它只是說 礦業用地經過使用完畢後 它只要依照水土保持的計畫 去實施整副跟防災的措施 但是在這裡呢 我們是希望是說 它應該依照 就前面我們 就在核定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所謂的官礦 就是官礦的這個計畫 看起來那個林委員跟尤委員 基夫雷同 請經濟部 我們的文字是差不多 但是謝謝條文 但是謝謝主席 抱歉 因為剛才那一條 我們把最後一項的條文 擬出來了 是不是 我把它唸一下 讓這一條看能不能就 通過 就是行政院版的47條 對 那我們就是 那個所謂委員建議把那個 第四項增加那個審議的程序嘛 那所以我們初步的文字是說 最後一項增加說 主管機關為審議第四項之申請 應組成審議會審議 其組成或決議程序之辦理 由主管機關定制這樣 第三項吧 怎麼審議第三項 第三項寫錯了齁 第三項 要審議第三項的內容吧 對 第三項 應第三項講的所謂的重大公共 因為他要依申請啦 他要依申請 所以我們才說 他有這個申請 那我們才來審這樣子 在那個第三項第四項裡面 主管機關得以申請准許嘛 對不對 所以他確實要有一個申請的動作 那所以他有這樣申請 我們就來看 他室友符不符合 他的這個時間對價等等 符不符合這樣子 所以主管機關為審議第四項之申請 第三項之申請這樣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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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是要講說他的對價跟範圍 沒有 包括室友啦齁 對 包括室友 因為室友你要有國家緊急危難 這種室友才可以嘛 你這個文字恐怕有一點 有點乖乖的 第一項 應該是在第三項後面就加進去吧 就是說 這個是大概都是礦業群者 他會來申請嘛 對不對 那申請說給付對價 然後一定時間 使用一定範圍的土地 但是我們要審議的 我們要審議的是 是政府還是要審議的是 礦業權者的申請 字可以大一點 我看不到 字可不可以放大 級數再增加兩級 文字增加在哪裡 這個恐怕要好好想一下 就是說 我們是要審議 我本來想像是要審議 你要許可他 到底符不符合重大公益 這件事情 要交給 要交給一個程序來審議他 符不符合重大公益 那你變成說 你現在條文是要審議這個對價 合不合理 審議一定期間 一定範圍合不合理 那但是我們也要審議 我們也要審議這個東西 沒有包括 應該都包括 那因為為什麼叫申請 因為那個礦業權一定是 台灣的現狀一定是 企業來開採啦 一定是企業來開採 所以 還是要給一個企業來 開採這個礦的問題 對 主持人的審議會審議 嗯 主持人的審議會審議 主持人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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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沒有在法律裡面 直接明文寫上說 我們對於這個 主持人的審議會審議什麼內容 就整個的申請 第三項的申請 整個第三項的申請 我們是立法說明欄 也應該要補充一下 基本上這個方向是 有 有程序上是 有鑑行這個程序是比較完整的 但是說鑑行的程序 但是要鑑行到哪一個程序 它也可以可大可小 那這參與的機制 審議會是誰參與 參與的機制 審議的方式 我們現在就是都授權給你們 但是如果我們在那個 立法說明欄裡面 稍微做一點說明 把要放上去的 因放上去的 都限縮上去了 或者說因的 都已經確定在上去了 那你們要增加 那是你們的決定 但是非要不可的條件 我們也必須在立法說明欄講清楚 最好是在法條條文裡面 直接就講清楚了 市長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在那個 國家緊急為難或 影響重大公益 在立法裡面 我們再確認一下 我們有沒有寫例子 在說明裡面 例子如果可以的話 對在立法說明 把那個例子 我們舉例說明一下 應該可以啦 這裡面不能夠只有說 組成其決議方式啦 那你組成就是說 應該有哪些的專家學者組成 那決議方式譬如說是多數決 還是共識決還是什麼 那個就有辦法來定啊 審議方式 對啊 我是說 現在最後一項 只有規定說 其組成 其決議方式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那大家比較在乎的 其實是對於 這個所謂的 國家緊急為難 跟重大公益的 這樣的一個室由 到底夠不夠成 這樣的一個審議 所以呢 其實在這裡就是說 應有組成審議會審議之 那其組成決議方式 即對於 這個就是說 他申請的室由 對價期間範圍 等等 是認定標準 他應該有一個認定的標準 還是什麼 否則的話你這個辦法 有一個行政準則的話 當然是更好的 更具體的 沒有錯 其實大家比較care的是 那個東西 因為你這個組成 那也就是空白授權 給這個審議委員 會全權去決定了 那 所以我們要不要 這麼大的空白授權 不會啦 辦法定出來 大家就都知道了 對啊 你有這個審議方式 什麼東西 主管機關要責成 主管機關要負責 辦理哪些事情 那審議單位 審議會 到底要審議什麼事情 可能要在細節上 稍微再想一下下 就是辦法那邊來 對啊 就是我們可能會求快說 這樣子可不可以就讓他過 可是有時候我們啦 可能更需要缺密的稍微思考一下下 馬上想 可能還有一種漏糕的 好 我想這個呢 這個修正 會趨於完整 剛剛講說在辦法裡面 對 方向上我們 我個人也同意 但是我們處理這個程序的話 依據這個 依據這個 但是暫行保留 沒有 主持 沒有把我的這個準備程序 跟這個抽象會議 三方會談納進去 不是這一條 那請問次長 你要放在第幾條 三方會談 三方會談啊 抽象會議啊 對啊我現在是 但是他的那個 跟前面對不起 我現在是 53條 那我要 我要問一下次長 現在就是 這個三方會談 應該要 放在第幾條討論嗎 我是還蠻 蠻建議員民會確認一下 因為 在國際上 這種諮商同意 還 我個人出錢 然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三方 對談這樣的一個程序 不是啊 我們一定要等國際嗎 對不對 既然我們也是 首開先例史無前例 在這個 這個 RU部落 然後找波斯安部落 一起討論 然後進行三方會談 我們就入法嗎 好 警員民會 不能那麼唐突 就是 今天什麼東西都不準備 然後也不 不讓這個部落 充分知情 然後呢 也沒有有專家學者 協助把這個訊息 然後充分告知 哪裡是好 哪裡是壞 那你都沒有做這些事情 然後就 就唐突的 就要讓部落知情 統一嗎 當然不是嘛 主席 這個針對高禄委員的這個提案 我剛剛查了一下 就是 其實剛剛高禄委員所提的 他的精神呢 其實是符合我們現在的這個 資產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統一參與辦法裡面的第16條 16條裡面呢 就是說 申請人以部落會議召集前 以公聽會說明會 或其他充分而有效 傳遞資訊的適當方式 向關係部落 之部落成員 說明同一事項 共同參與以及利益 分享機制內容 及利弊得失 並 應邀請利害關係人 專家學者 與相關公益團體 陳述意見 這個 這個部分呢 其實 這個 可以讓我們 原住民有充分的知情 只是 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符合 我們現在是礦業法說 所以我們要重研處理 因此我認為 應該要明確的路法 譬如說 就按照我們像上一次的 這個325的 三方會談 或是我們叫做 磋商會議 那這個是在這個 準備程序之前 那準備程序我們就 跟三方會談 跟磋商會議這些 我們就准用行政程序法 第五四條到第六十六條 我覺得准用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破壞性非常強 好的 這樣的一個開發案 那因此我們必須要嚴格處理 那既然就是說 它本來就是FPIC的精神 我們現在是原基法 的這個 智商統一辦法裡面有 但是我現在就是說 在礦業法就是要路法嘛 當初原基法也是希望就是 礦業法也要跟著路法啊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樣的一個精神 放在這個法條裡面 那就是看次長 你是說要放在哪一條 次長想通了嗎 沒有沒有 如果以剛才原民會念的那個 諮商統一辦法第十六條 我個人覺得那個程序 已經非常完整了 那你反而要讓部落 就是說程序 既然這邊都有定了 那母法只是定大的原則 權利歸屬要不要統一等等的 那至於所有的程序 應該是用同一套的這個程序比較好啦 所以你如果礦業法又跑出一套程序 到時候執行上恐怕會比較不好 不是在其他的特別法 或是其他的法律 有另外的這樣的這個程序 或是說直接把它制度化 或是統一程序的辦法 在這個有關於就是對於礦權業者 他不管是要使用這樣的一個礦業用地 土地使用權 取得處於使用權 或是其他相關的 我認為都有其他的案例 不是說今天你原基法的這個事情 同意辦法裡面 我們就直接就只要用他這個辦法 不同的這個不同的條件 不同的狀況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精神在 但是我們應該是可以把它變得更嚴格 因為他不能很輕易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影響整個部落的生存生計 跟發展 你本來就應該是要嚴格處理啊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今天我們既然都已經開始做了 三張會談 三張會議 那我們就把它定在法條裡面 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小英總統的這樣的一個指示 他的這個 他的這樣的一個善意 直接定下來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有那種模糊的地方 因為我們放在法條 我會認為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部落 看到這樣的法條會很開心 因為這是對部落最基本的尊重啊 設計拍攝 這個第三張是指哪三張啊 喔我是看你這個條文裡面 我是比較看不出來 儲管機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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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管機關就是經濟部 塵地所真的很 對 徒弟所有人 部落 部落跟業者 就三方啊 就像跟孔委員提到的奧花 我們也需要這樣的一個 一個前面的知情同意 前面知情同意前的這個準備 要先讓部落充分告知嘛 對 但是他這個 智商取得嚴重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第16條 這邊也定得很清楚啦 這程序也講得很清楚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同的條件 不同的狀況 要不同的處理嘛 我們精神 原技法的精神有 然後也有執法 我的意思是說 執法之外 我們現在是在處理的是礦業法 應該要更嚴格的處理 我是同意 應該要嚴格啦 但是 剛剛委員提到的那個 三方會黨是 是今天這個總統原轉會 他只是辦理 他 不過呢 今天就算是入法 但是我們給他准用這個法條 這個剛剛所提的這個部分 在總統在指示辦理的時候 他並沒有 並沒有說要根據這個法 但是是要我們在這裡 就等於 等於把這個 想要法制化 然後呢 我們給了一個法源 這是 後來附加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嚴格就是說 我們除了我們自己 按照16條來辦理這個工廳會 說明會 還要在一個類似聽證會 在那邊可能正訪兩方會 去辯論的一個 一個可能性 是這樣嗎 是 因為 這個資情同意 第16條是同意程序 我這個是同意程序前的準備程序 所以呢 其實應該就是說 你今天應該在 我覺得啦 原基法裡面的資情同意 最重要的是那個F啦 FP 這個前面在之前自由的 充分的了解 才會有同意的程序嘛 那前面你一定要用一個 嚴格的方式 不然的話 從過去到現在 遇到的任何一個開發案 你都 都是業者都已經 已經 已經準備開發了 才說要 要進行同意 那你前面應該要做的 充分的告知知情 然後政府應該要協助 專業的 專業的這些 間接 要把這些 專家學者納進來的這個部分 你應該也要在前面去做 那因為它是 開礦 這是開礦 這問題非常小可啊 你一開了就20年 你當然要這麼嚴格啊 有關這條條文 這個就會先涉及到 這個經濟部這邊 要不要同意我們前面談的 這個 研機法公佈施行之後 的申請礦業錢 如果是要依延機法 當然我們是希望 我們有一個 提出一個修正動議吧 如果可以依延機法 21條來 辦理的話 如果可以依延機法 21條來 辦理的話 就会有两次的问题 所以如果前面经济部行政院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接受 你在研究法94年2月5号以后的所有的案子 都要依研究法21条来办理的话 如果已经有这个程序 那你这现在的条文就还要吗 就变成要两次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前提应该是先讨论 我们前面的那个条文 刚才有提一个修正东义 如果这个确定了 然后后面是剩下的一些 因为你矿业前要先 你矿业前要先做一个确定 一个新的矿业前 以及矿业前的展现 如果都是在研究法公布施行之后的 都要以研究法21条来办理 如果这条条文大家可以接受 那这条条文就是不是一定还要再把这个研究法21条的这些程序再纳入 就变成两次了 那如果用的这个部分应该是程序了 因为你刚提的这个部分 刚刚我们的关于修正动义的最新的那个部分 我们给经济部参考了 不晓得经济部的意见怎么样 给你们呢 我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高瑞雁文 好 我现在要讲的 其实 不管是放在哪一条 在这个 同意程序前的准备程序 我都觉得 应该要入法 因为 真的一个开矿 不是说你只是 你只是做一个小型的开发 它是一个大面积 破坏土地 影响原住民生计 影响原住民生成权 的一个开发案 因此呢 在同意前的准备程序 他就会决定后面同意的速度 刚刚次长一直讲说 因为 要进行知情同意 那个原住民部落同意速度慢 那就表示说你前面 你的这个告知 然后自由的意志的那种 让部落理解的状况 你根本就没有进行嘛 你没有进行好 当然后面会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我在帮你们 赤长 我在帮你们经济部 今天我们要去建立 这样的一个准备程序 跟准备程序前的冲仓会议 是为了后面 去加速原住民部落的 知情同意的同意程序 所以呢 今天 小英总统说 这个要三方会谈 不也是为了前面 后面的智商同意吗 所以今天我不希望三方会谈 变成一种昙花一现 然后指示总统指示 然后为了某一个个案 不是 我们就统一来制度化 我相信这也是总统希望的 不是吗 所以其实从总统在WTO谈判代表的这种经验 想出这种三方会谈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目的就是要寻求各方面的共识 那如果 这样子大家都那么推崇 从一开始 不管是次长 人民会都一直在讲三方会谈好 那我们当然要入法 不然 我会觉得说 你们刚刚那个三方会谈是打假球 不然告诉我好了 三方会谈在中华民国法律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既然 既然我们要 我们要讲三方会谈 我们就要给它有法律意义 不要说今天三方会谈都是打假球 谈假的 部落族人在那边紧张 甚至都扣到对立了 那就是还不是因为你们三方会谈害的 各位 我觉得这个可以前后都有 也可以前面一次就好了 两个都可以 我们的决定到底要按照哪个 他是召开部落会议前的三方会谈 一个磋商的程序 那这个总统这次的初长会的三方会议是指 呃临时性的一个任务编组啦 那现在 高领佑委员是要把他当初再调文 呃这个是跟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三方会谈 是为了处理雅妮的问题 总统请初长会的委员 请经济部部长也去了 然后还有这个呃这个部落的经济部啊 还有这个亚妮嘛 三方会谈 那现在高领佑委员他是说要把他纳入法制化程序 那这个都是作为部落会议召开前的一个程序啦 那部落会议的怎么召开 那监民会刚才王府主委已经讲了嘛 第16条已经讲了 等于是说两次嘛 一个是部落会议召开 部落会议他有同意的程序嘛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柯以主管机关 你今天你要做一个开发 你主管机关因为矿 矿权的核定展现 或是矿业用地的核定 都是主管机关在核定 你本来就有一个责任 你要你要去召开这样的一个三方会谈 让中间学者让部落都知情 对不对 啊我们刚刚都那么推崇 推崇三方会谈好 推崇小英总统想出来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赶快入法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很需要的就是在同意前 的那个自由意志跟充分的了解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的话都一直说我们之前同意很慢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主管机关经济部 就是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去加速后面的同意 他这个是这样 你这个三方会谈是指主管机关 要完成这个程序 后面呢对 然后后面再有申请人召开 公听会说明会或什么 那等于是说你这个是针对主管机关的 一个三方会谈的 好请行政单位回应那个副主委 这个各位委员很关心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应该是确实在进行部落章同意 要让我们的主人能够充分的知情 然后才能够进行同意 所以用意在此 不过现在我们在养泥的这个三方 第一个正在进行 它正在进行还没有完成 所以说这个还没有完成 我们就要把它法制化 这个这是一个 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他的三方是原转会 的这个泰鲁格的族群委员 对 对还有圆明会 还有我们这个经济部 还有亚尼 其实 几方有时候 看一下怎么看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个案的一个处理 适不适合通案 变成其他所有在原住民的矿区的 这些都适合 会不会变成到时候不止三方 会有其他的 因为今天如果入法的话 会变成主管机关是经济部要来 那可是那原转会呢 原转会还会不会参加这三方会议 这个就会有不一样的 所以一方面这个是在进行中的 我们不知道最后 这个三方会议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然后足以要去入法 这个可能大家要思考这一点 好 这一条赞予保留 因为意见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我们没有办法往前处理了 那个赤长你那边先 对对对 赤长你们那边在很快的 因为等一下我再问你们一次了 等一下我再问你们一次 我们先看第五十五条 五十四条 五十四条 刚才那个林淑芬也讲过了 行政院是希望是现刑法 对 我们行政院是希望 用现刑法的规定 因为那个林委员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那个光况计划 其实是在核定用地已经有列了 然后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个光况计划这样的一个用词 那就我们的理解是来自于这个 德国联邦法 德国联邦矿业法 五十三条来的 那刚才林委员一直强调说 这个还要包括暗矿人员的安置 那跟我们行政院的这个光况计划 要做好这个矿的这些设施等等的 恐怕是有出入 我是第一点说明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里面加了很多 环境维护计划 水土摆持盖药 但是没有这个水土保持盖药 这样的一个 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 那这里面也有包括 后面还有很多 环境影响说明书评估书 环境影响结论等等 那这个跟我们的那个 现行法 因为它要的是要 做好这个水土保持 做好那个整副跟防灾措施 所以我们的条文 主要是比较简洁 也比较了解要怎么做 那另外就是在 林委员的提案里面 有包括这个利害关系人 那因为这个利害关系人的定义 比较不明确 所以我们的条文里面 是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用词因为这个利害关系人 在下面好几个条文 都有类似的文字 那我们就是像刚才 行政院版47条一样 如果要相关的人 我们就会把它指得很清楚 比如说是土地所有权人 建物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等等 要让他明确化才知道 要需要得到谁的同意等等 那以上是简单 两个意见的说明 主席我也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说利害关系人 因为每一条都保留 所以我想利害关系人 可以暂时保留 但是我们今天讲说 观况计划 我们的确有谈到就是说 你在核定给他 这个采矿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你对于 未来的这个失业安置 就是整个 因为这个特许权又不是永久的 它就是一段期间 它给你五年就是五年 十年就是十年 二十年最多二十年 所以它事实上对于受雇的劳工 绝对有这个必要的 为了二十年后的安置 绝对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来想未来要怎么样辅导 所以我们在希望它里面应该要有 那因为观况计划 要放什么东西进去 所以在前面也没有讨论出一个决议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是第一个要保留 但是我要再说明就是说 后面还有水土保持计划 或是环境影响说明书 或评估书 或环凭审查结论 是因为我们后面的五十八之一条 里面会谈到 在这个所有的 所有不管既有的矿或是新矿 既有的从来没有做过环凭的 未来也都要纳入这个环凭 这个是一个总统的政治承诺 第一个 第二我们的修法版本里面 也的确有谈到环凭 要审查通过这样的这个字眼 所以在环凭里面 我们看到环保署在很多的审查里面 会付付款 会付付款 或者是环凭里面结论会有一些条件 那要检视他有没有把他的 这个环凭的 审查的结论有没有彻底执行 那他的付付款里面 他所得的付款有没有被执行 那我们当然要要求说要他确定的 整副责任或者是防灾措施 都要确切的履行到 我们未来每一个都要审查通过的 这个环凭的所有的审查结论都要被履行 如果用地用完以后 你的环凭审查结论或是你的付付款 是不用被履行 也不用被检视 有没有执行 那直接就观况了 那这个壁谷未来谁要去查 恐怕问题会很大 好 林委员跟那个游委员的内容是 几乎是一样 那个市长 你再回应一下那个林苏芬委员刚才 因为第一个在这里面 刚才我也讲可能要一样要一起保留 那只是我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核定相关的计划说 你要怎么样随途保持实施整户 我想我们是可以接受 只是这里点到的有一些是 恐怕是太宽泛的一个文字 如果到时候要改 我们会再提出相关的文字的调整 好 这个主席这位牵扯到说 他要不要做这个 土地使用分区变更 他也会涉及到要不要做还评 那还评会不会有还评结论 那这个独立分区使用里面 土地使用许可审查 会不会有一个付款的结论 这也是联动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求的这个用地变更 或者是这个还评审查 都必须要 要比较严谨的话 那当然会有我们所列的这个版本里面的 文字的需求 那当然所以这个 之前没有讨论有一个具体的决议 所以这里要讨论这一条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它要跟前面联动在一起 因为我们前面本来就有一个 39条也是被保留 跟这个相关 所以为了更周延 54条一样保留 对对 等把这个弄清楚以后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先保留 第55条 也是保留 一样一样一起 哦还是厉害关系的 一样保留 56条 调次变更 本来是50条 调次变更OK 调次变更OK 回到第50条 5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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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通过吧 我也是现行调 原来的50条 现在是56条 好 57条 有厉害关系人保留 58条也保留 只要有厉害关系人 通通的保留 这个是需要再定义 是不是 那个智长 对啊 它前面没有讨论结束 好 57、58都保留 现在的时间刚好是17点减6分 呃 因为我想这一章刚好就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一章就好了 但是我们要回头处理那个 38条 的修正动议 请各位表达意见 因为 四十三之二 那是 这是我们的条字是48条 对 对的 我们现在处理的程序是第 而且回到第四十三条 好 四十三条之三 之二跟之三 请大家 讨论 好 宣读一下 宣读一下 宣读东一第二十案 四十三条之二 本法律中华民国某年某日某日修正前 既有矿业用地位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集体周边 一定放为内置公有土地于中华民国九十四年二月五日后 矿业权已展现者 矿业权者应依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规定办理 矿业权者应提出建行前项规定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参与方式相关文件 报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后送主管机关备查 矿业权者位于第一项规定办理主管机关一 通知矿业权者限期办理借其为办理者的案次暂行停止工程 一个月至三个月至其改正完成为止 委员孔文集等人提案 第21案 第43条之三 有效的行程之一者主管机关一废止矿业用地之核定一 矿业权者申请废止矿业用地之核定二 一第39条规定办理工业权消灭登记 三 原核定工业用地经法院判决因返还土地确定 四 为一第43条之二规定办理并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原核定工业用地经费职者工业权者应一第48条规定及工厌场关闭计划办理 原核定工业用地经费职者其前一年度供应量达该年度国内总供应量10%以上 且为及国内建设国防或民生物资质稳定工业 主管机关等于一定期间内采取紧急进口相关物资 适度调整其其他矿场核定采取量或其他必要措施并排除第28条之后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个案适用前项规定者其措施内容及一定期间由主管机关报警行政院核定后为之 提案委员孔恩吉等人宣论完毕 好 我们依据先处理43条之二 各位还没有什么意见 主席 因为你这一个规定变成是在修正前 在这一次修正前94年后展现的全部都要办 但是在行政院的版本是只要未来碰到展现就都要办 所以你其实会一直就要申请了一直办展现 一直办这个 不是不是 一样嘛 也就是说只要是这样的条件的都要补办就对了 都要补办就对了 都要补办 但是我们又已经在行政院版本已经同意 只要碰到展现就都要办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只有这个条文就变成说 搞不好他一年前办了 他可能过了一年又碰到展现了 他可能又要再办了 所以其实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反复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是都要补办啊 对不对 你这个条文 没有啊 你现在都没有啊 不是 因为我们院版有规定说 只要你碰到展现就要办至上同意嘛 没错吧 他那个是这样 我想次长不要这个 这个画大事为小事了 因为你们的行政院版本是指说 自本法修正通过之后展现的 那我们刚才提出来是说 研究民族基本法94年2月5号通过了之后 矿物局已经给大家展研了 那这个部分有展研的部分 要回溯到94年2月5号以后来办的 之后的都要 都要建行这个研基法第21条 这个比院版那个还要更 我们讲的回溯的意思是这样 就回溯到研究民族基本法 那个施行了之后 那这个事还没有回溯到更早以前的哦 研究民族基本法94年2月5号以前 有合作20年30年的 还没有包括的 还没有包括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是说 因为政天才委员我刚才有提过嘛 我说把它的放在第一项 放在第一项 然后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照 研究民族基本法 这边来做了 那另外呢 第43条之2 之3就是 我这边是正列了第4款 卫一第3条之2规定办理并取得 研究民族或部落同意 就是根据这个43条之2 也可以 主管机关可以废止 旷业用地之核定 那个报告委员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就当做 会议的结论 但是还是暂行保留 我们今天的会议结论是这样 没有啊 我这个 根据这一条 不是要保留 就是说这个地方 因为43之2 我们的重点 跟你们的重点不太一样 所以不能当成结论 我们的重点是要申请 这个矿业用地的核定 我们的重点在这里 那原住民委员的重点是在讲说 要建行21条 所以你现在 如果照孔委员的版本的话 只有21条 没有所谓的矿业用地核定啊 所以你不能照他的意见啊 我的版本里面是 你如果那个21条没有完成 在一定时间内 没有完成 主管机关 应该要废止矿业用地的核定啊 第一个就是说 要塑及既往嘛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 办这个知情同意 结果如果没有 没有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办理完 那你应该 矿业用地的那个核定 就应该废止啊 我想 塑及既往应该没有问题吧 塑及既往是第一个公式 我们都同意塑及既往 他们就是针对这个 停止工程一个月到三个月 刚才也有讨论过嘛 那我们一直说如果 像那个两位委员讲的 那个看怎么样再加强一下 文字的修正 那个主席 那个政委员呢 那个刚经济部次长谈的那个部分是 行政院版的修正条文 行政院版的修正条文 是针对 修法以后的展现案 对不对 要办 要一言计法 二十一条 我们这条条文的修正东西 是指这次修法之前的这些 然后是在延纪法 94年2月5号公布施行之后 这些案子已经展现的 要办理展现 这个本来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公布施行之后就应该要落实 要执行 只不过当时都没有依法来执行 我们现在正式把它入法 这是有关这条条文的主要的意思 那至于这个 搞入医用体的那个修正东义 这是更严格 你先听我讲 你先听我讲 按照你的条文 按照你的 你的第一项 你的第一项 就是说这个 本法施行前 已经核定之旷业用地 旷业用地 这个旷业前核定之后 然后旷业用地 一旦核定 就没有再第二次的核定了 你展现的时候 也不会再核定旷业用地 所以 这个搞入医用的这个修正动义的可能性是这样 就是说94年2月5号以前 搞入医用 你要不要听一下 你的条文 搞入 你的条文 会94年2月5号以前 核定的旷业用地 就是94年2月4号 核定的旷业用地 那你现在这个法 你的按照你的条文的话 等于是 都还要再申请 一言计法二十一 等于是 授举到言计法二十一 言计法94年2月5号以前 这被人会授举到2月5号 94年2月5号以前 所以这个条文还是要去斟走一下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个 恐龙级 曾天才 搞入 还有廖委员所提的这个 修正东义 以上 我 我今天 签名是因为 这个有关于相关 是我们要纳级来讨论 但是呢 我有我自己的修正东义 我有自己的版本 我还是坚持就是 当然 如果说 有关于这个展现 已展现的部分是 在原基法之后 已展现的 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呢 但是 如果 在一定的时间内 如果没有办理这个知情同意原金法21条的规定 那你应该就要废止 废止这个 那个矿业用地 因为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 我就不晓得我们一直办知情同意干嘛 好 主席 主席既然要谈行政院版的43之3 那我也要稍微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至少在这个去年7月的时候 矿物局的版本 它有个第四款 第四款就是 矿业权展现 依环平法 相关规定或依58之一 就矿业法第58之一 项条的这个第一项 的规定 就原核的矿业用地实施环平 环境影响评估没有通过者 也应该要废止矿业用地 就是说环平没有通过的啦 事实上也应该要废止矿业用地啊 43之3 在讨论废止矿业用地 那如果你们都不办环平 然后人家环保署审议了 也认为说环平不通过 也应该要废止啊 这个应该提修正东西啊 那个第43条之3 高禄以后他所担心的 我已经有列了 第四款 唯一第43条之二规定办理 并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 可以废止矿业用地的核定啊 第四款这边已经有 这边有列了 那林淑芬委员提的是环平的部分 那你现在要写一个修正东西出来吧 环平不通过也要废止 这个口头上的这个动意 口头就可以了啊 大家可以讨论啊 好 我要处理时间啊 你们如果还有其他的修正东西 尽快提出啊 在十分以前要提出 不然我们就要准备 上会的那个程序了 随在整理 随在整理 我们五点半一定要把整个会休息 如果还有提案要处理的 请尽速 那么关于四十三条之二之三的这个修正动义啊 还是要被保留 还是要被保留 让大家回去 再整个整理 各自整理看看 各自整理 因为没有共识 我们就没有办法强行往前走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强行往前走了 呃 呃 或者是更清楚地调吻出来 呃 让我在讨论的时候 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 好好 现在有新的这个修正动义啊 我们先宣读 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会议啊 宣读 讨论通论第二十二案 委员高路于用的人提案 第四十三条之三 工业权者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其体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 一前三条申请工业用地核定 为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条 其体相关规定之商 并取得矿缺所有地之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用或参与者出贯 经过应不与核定 工业权者一前项取得工业用地核定后 实施探采矿资盈利所得 应提供一定比率 然后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 作为回馈或补偿经费 前项盈利所得之提拨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同中 原住民族主管机关订定 主管机关一本法 其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条 之规定于矿业权者践行之商 并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一之参与之准备程序前 应办理其与矿权业者 矿权实施范围 直接影响之关系部落 三方间会谈或磋商会议 前项之准备程序及三方会议谈 或磋商会议 准用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条 至六十六条之规定 宣度完毕 整个协商的程序到此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处理最后的那个程序 好 报告委员会 我们现在请宣读协商的结论 报告审查会宣读协商结论 第四十七条战刑保留 第四十八条战刑保留 行政院版第四十三条之三战刑保留 第四十九条战刑保留 第五十条维持现行法第四十四条条文通过 第五十一条战刑保留 第五十二条维持现行法第四十六条条文通过 第五十三条战刑保留 第五十四条战刑保留 第五十五条战刑保留 第五十六条维持现行法第五十条条文通过 第五十七条战刑保留 第五十八条战刑保留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议议对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 照通过 请问有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没有意义通过 暂行保留 以及未审君的部分 另定期继续审查 今天的会议到这里结束 三会 主持人公交给 谢谢大家